早期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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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對 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哇 你又帶這麼多次啊 兩飯 還沒有開始吃嗎 他說 休息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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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餓了,我是來吃的 而且我已經開始直播了 現在來這麼多人 啊真的啊 那沒有東西吃 沒有菜啊 好 不知道 在直播 我竟然會放你的照顧客人 謝謝 然後接下來 如果那個 我們的職位人都一直存在的話 我們就會禮拜他 好那個 我們那個時間應該都差不多了 我們應該可以把他在客戶交給攝影師 請大家給一點掌聲 各位晚安 大家好 然後張正雲剛到了 大家好 我們在直播 那我就會先做這個 整個105號公路公益參訪這個背景介紹 然後我其實 第一個問題想問的是 有 燦燃時光的舉手 第一次來的舉手 還是蠻多新朋友很棒 我覺得太棒了就是辦這個活動 又讓大家可以再認識這個這麼特別的地方 尤其張正雲張 還有肉依都是 我們都是 老朋友 好朋友 那 其實第二個問題我想問的是 其實想問大家 為什麼今天會來參加這個 這個分享會呢 應該是因為想去太明邊境 走一趟 對不對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點頭啊 對啊 當然要走 當然要走 所以我們才辦這個活動 我們才辦一鱸號公路 這個公益參訪 我們才辦今天這個分享會 然後我覺得旅程最棒的就是 只有自己走過 那個旅程才是自己的 然後在旅程當中 所遇到的 所有的人 然後一起旅行的人 還有這個主辦單位也很重要 引路人 那就像我一樣 我叫賴宿舍 我叫Sam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在太緬邊境 從2003年在那裡開始到 在那裡駐紮服務 那前後待了七年的時間 後來雖然回台灣 可是這幾年其實一直在往返 往返兩地 那我覺得我很幸運就是 呃 俗語說的好 日久他鄉成故鄉 那我覺得在太緬邊境 是我人生當中第二個故鄉 那兩個故鄉 一個在台灣一個就是在太緬邊境 然後我有這個機會 再邀請大家 在呃 帶領大家一起去認識 一個我們可能 還沒有走過 還沒有機會去 去了解去認識的地方 那叫做太緬邊境 Messo OK 然後今天其實也很 也很開心 有些老朋友 有去過太緬邊境 去過Messo的舉手 欸還蠻多的 謝謝 太好了 所以待會我們其實 還是可以很輕鬆的 在我介紹完之後 會再請張正還有雲章 來分享他們這趟 我們七月才剛回來的 這個旅行的 的觀察跟感受 好 那我就用一點時間 來介紹一下 這個背景 我們這個組織叫做 Goloko Action 其實很多人 念不出來這個字 Goloko 它是新的字 誒 馬上按掉 馬上按掉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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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oko 就是全球思考 在地行動 那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其實跨越國際行動 創造更好的世界 希望自己好 也希望他人的生活 可以夠得更好 然後我們主要在太美邊境 長期支柱 這個兒童教育的部分 還有當地的社群陪力 尤其我們訓練 培訓當地的青年 成為教育工作者 成為社區工作者 然後另外還有很多的合作夥伴 在推動醫療 生態 甚至手工藝品 的這些合作方案 那其實這都是我們 整個去太美邊境 這個105號公路旅程的 主要的 我覺得主要的內容 主要內容 也是希望能夠帶領大家日式的 好 那最開始我們 可能大家看得到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的文宣 但是其實這是發自內心的 真的是覺得說 它不是一個很豪華的觀光團 它不是一個走馬看畫的觀光團 然後也不是我們 急切地要去幫助 幫助他人 要去改變世界的 這樣的一個熱血沸騰的 職工團 而是真正要先從看見世界 看見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會更 走向自己的內心 會看見自己 那這樣的一個深度公益之旅 我覺得 就像今天大家來參加一樣 我們希望能夠 一起好好走過這一招的旅程 好 然後 這個我們主要的 主要的 這個內容 其實包含了公益之助 然後服務行動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Glovation 在長期深耕當地 然後再推動這個服務計畫 然後另外一部分 就是部落生活 跟生態農場 還有我們當地合作伙伴的 社會型系列 跟這個手作體驗 好 然後 然後 太平邊見 Me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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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其實 這是一個公老師說的 今年二月跟我們去 他說一個可能連泰國人 都不太認識的世界 這句話其實蠻真實的 我在英國念書的同學 他是泰國曼谷人 很多年前 我還在 Mesho 長期服務 坐地服務的時候 他有一次就從曼谷 也是搭車來 Mesho找我 然後待了三天之後 他要回 我送他去車站 他要搭車回曼谷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說 Same 我們用泰語交談 結果我泰語就是在當地練這樣 然後就跟我說 Same 我覺得Mesho不是我們泰國的 我說是嗎 為什麼 他說 這裡大家都說泰語 可是每個人說的泰語都怪怪的 我說包含我嘛 說對 但是其實 因為Mesho他其實非常接近緬甸 然後在兩國交界 就邊境 邊境有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因素 就是 他有很多的外來人口 移動的人 然後其實不光只是泰國人 或緬甸人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然後甚至也有華裔 從中國南方 雲南裔的這些華裔 還有緬甸的 太北的華裔都有 那甚至在 從南亞來的 穆斯林 印度人都有 然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在當地其實有很多的國際志工 因為當地有緬甸難民的這個 難民存在 所以有很多的國際志工 也長期駐紮在當地 那 我們一般的話 其實當然還是從台北飛 一般 沒有人要遊 就是都是飛 都是飛曼谷 那很不幸以前 可以飛青麥比較近一點 青麥在北邊 然後在這邊 然後 然後這條公路 其實它是亞洲公路 就一路往北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左轉 左轉過去就是往緬甸 那這條公路其實有點累 大概要八個小時的車程 七八個小時還休息時間 但是這個旅程其實很重要 因為這個我們是坐小巴士 或者是坐當地的長途的大巴士 聽起來很累 可是這是當地人移動的速度 你想想看 就從緬甸 他來到曼谷去打工的這些緬甸人 他們其實就是這種交通方式 然後從邊境來的客人主人 他們要去曼谷念大學 一樣是這條路 他們離家跟回家都這條路 那其實 可是這八個小時其實很棒的 其實它會讓你有公路旅行的感覺 喜歡看電影都知道 公路電影那個是最棒的 就是 我們會 在一般來說 我們就曼谷會在包車 然後一路 一路沿著這個 曼谷的中心 平原地區 然後到邊境這個地方 然後慢慢的進入 然後進入之前 其實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大概 大家都在昏睡的時候 其實在車上我們就休息了 車上休息 那泰國路況非常好 在前面這段的馬路 其實它既武建設都非常好 然後 車子其實也都還蠻舒服的 車子也蠻舒服的 然後 要進入泰明邊境之前 其實大概進入山區 然後 那大家昏睡的時候 就會突然 突然就是 車子會停下來 然後燈光亮 然後或者外面就會拿手電筒 突然照照照照照照 是在幹嘛 檢查 檢查 對檢查哨 那其實進入檢查 這個檢查哨的停下來 跟這個盤查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進入邊境 進入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是在兩國交界的地方 然後 這個邊境 其實國際也是我覺得 我在太平邊境學到最重要的一堂課 也是最深刻的體會 所有的移動 流離 佔居都是為了生存 為了絕大多數的人來說 當然 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是旅行啦 因為我們有這個機會 可是絕大多數在全球各地 我覺得 真的從再放大 就是全球世界各地 然後再到邊境 太平邊境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的移動 其實都是為了生存 為了生存 然後為了追求更好的明天 那某種程度來說 他是很大 他大概也是為了主動爭取 也是一個被迫的 被迫 被迫出走 被迫離開 在座各位 有人看過那個 趙德穎導演的 《再見瓦城》嗎 有嗎 有 有先點點頭 那其實那個場景 其實就是一樣在邊境那邊拍的 然後他就 談的就是緬甸的這個移工 好那 但是後面這句話 其實是我朋友說 其實是兩年前跟我們一起去太平邊境這個工藝夥伴 他 就像在我們在介河邊 我們就看著 上面這個是太平有一大橋 旁邊都有關卡 其實都是關卡 一樣就是要蓋章護照 然後有軍人 有移民局 那可是下面呢 下面有沒有很多人 照片裡面就 有圖有真相嗎 那個下面的人比上面還多有沒有 然後這時候我們台灣就問說 上面是合法 那下面合法嗎 這時候我們當地的朋友就說 嗯 其實 都合法 看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的生活 他們本來兩邊就是 就是同樣的傳統 就是所謂傳統領域 他們本邊 他們的族群 就有克倫族 有其他的族群 然後他們在當地本來就通婚嘛 然後 那他們有耕地啊 往來啊 其實這個邊境其實是非常長的 這邊境 泰國跟緬甸邊境長達1800公里長 長達1800公里長 那 對於真正當地人來說 他就只有這樣講 他說 其實兩邊都是一樣的人 我們都是自己人 都是家人 那這條線其實是 所謂的國界 其實是一條人為的政治界線 然後 真實的生活 其實是沒有國界的 真實的生活是沒有國界的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充 對我來講是非常衝擊的 對我自己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也覺得 哇這太不可思議 可是每一次 這樣的公寓旅程 公寓參訪 但我想每一個人站在邊境的時候 那個才真的都活起來 現在聽我說 可能還是只是覺得 聽我在說嘛 聽先生在說 可是 我真的自己 也這樣子帶大家去邊境走訪 我也越來越深刻的感受到 我覺得 只要大家有機會 真的 人的一生一定要到邊境 站在那邊 親自去看 親自去看 親自去感受 親自去體會 那這個 世界各地的邊境 我覺得都是最有趣最特別的地方 好 好 然後 這個 其實這樣邊境啦 你看這個也是 通常我們會說他們在幹嘛 偷渡對不對 結果都覺得不會啊 就是旁邊還是軍人啊 還是有警察 然後 可是就一船一船的車過來 一船一船的人 然後就過來再回去這樣子 那可是他們就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生活為了生存 然後這個是緬甸移工 他們在泰國境內在幫忙耕作 然後緬甸移工學校 這些緬甸的孩子 就是他們家庭 他們的下一代 那有的是在緬甸出生 跟著爸媽來到泰國 討生活 那有的其實就在 泰國出生 那出生他可能就沒有身份 然後另外這邊是 泰國的克倫竹 他的傳統支部 那上面的話就是語言啦 其實他多元族權多元文化 那是非常特別的 你想想看我們一般來講 去一趟旅行 大概到某個國家 可能到柬埔寨好了 我們到吳哥窟 大概有一種語言嘛 了不起兩種 通常三種 哪三種 第一種是什麼 第一種英語嘛 確定嗎 第一種應該是華語 因為一群都是台灣人去的嘛 大家講華語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就用英文 那可能聽到當地人是在講柬埔寨話 OK 可是基本上就是 柬埔寨那個國家 基本上就是柬埔寨話 對不對 可是當我們到太年邊境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聽到 泰國話 泰語 泰語的達招呼怎麼說 怎麼說 Sawadita Sawadita 我其實都很喜歡 我覺得每次分享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開始在交流學習的機會 我很快教大家 我們 我們一起來學一下正確的說法 好不好 就比較正確的說法 因為我也不是正確的 那泰國打招呼會說 Sawadita 對 然後我很重要一點 我們跟大家合時這樣 所以大家回禮要記得 就是要互相 對 那可能一般的話 放在胸前的位置就可以 那男生的話 男生跟女生的說法不一樣 那不一樣是在語尾的那個 一個語助詞 女生會說 Sawadita K的音就輕音的音 那男生會說 Sawadita K-R-A-P 就是捲舌跟閉嘴音 那女生來一次好了 女生來 Sawadita Sawadita 好 那男生來一起 Sawad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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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大家只知道泰國 所以我要繼續帶你們到泰緬邊境 所以我們要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語言 是 明天話 明天話 他們打招呼會說 MING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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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簡單 然後 好 就跟旁邊的朋友 你揍美 你揍得好明顯 是覺得 不夠優美嗎 也可以用優美的 MINGLA 好 跟旁邊的新朋友 用緬電話打招呼 問候一下 MINGLA 要軟一點 大家聽起來好像要吵架的樣子 好 其實我們討論很重要 我們出門前就是要學語言 我們到當地第一天還是在學語言 可是 大家通常很confused 因為只有兩種語言還不夠 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們還會遇到 克倫族人 當地的少數民族 他傳統的語言是 Karen 他們叫Karen 那他們會說 OMOCHOP 這是泰國 克倫族山上的說法 然後一般 他們有點受到 傳教士的影響 所以他們會握手 OMOCHOP 回我 很好 OMOCHOP OK 他的其實當地的問候方式就一樣 就是你說 Sawadika 你就回Sawadika 然後他跟你說明個喇叭 你就回明個喇叭 然後OMOCHOP 就是互相說OMOCHOP OK 好 跟你旁邊的朋友 用克倫族語 問候一下吧 OMOCHOP 握手啊握手啊 大家要入境隨俗 還是不入境隨俗 你知道台灣多難搞 來 開玩笑 開玩笑 我就要放太心胸 現在練習其實可能大家不太自在 可是我覺得 當我們要去接觸 你看更不一樣的 更陌生的地方 其實只有把我們越敞開 才有越多東西進來 那今天難得 全台灣人沒有幾個人 會用這幾個打招呼 在同一個時空之下 OK 那我們再一次 客人族語 用跟你旁邊的朋友 打招呼 然後握個手 來 1 2 3 很好 很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很多語言族群 多語言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會多學幾句 這幾句當然不夠用 可是真的非常有趣就是 那我接下來就幾個重點 來跟大家做一點簡單的介紹 公益支柱 還有服務行動 那最主要我們Gallocation在當地是 就是看見了這一群緬甸移工 其實泰國近來有200萬的緬甸移工 包含家卷 在邊境的話有數十萬 就含孩子 含孩子 那孩子的量其實蠻大的 那成千三萬的孩子 其實到泰國來 其實非法比合法還多 因為要合法 其實還要護照啦 工作證 其實都是花費 都是花費 所以一般來講 他們就是躲在城鎮 躲在村子裡 躲在我們一般觀光客看不到的地方 可是他們就在那裡 而且量非常大 好 這就是我們去家訪的這個 綠水社區的綠水孩子 那因為缺乏身份語言 家庭經濟等等因素 所以他們其實 沒辦法上學 所以就被迫失學 那甚至更困難的會成為 同工跟被拐賣 那當地的話其實也一直 就用自己的力量 我覺得其實 我們不會覺得弱勢者是真的很被動 其實弱勢者他們一直在努力 面對每一天 在克服的那個困難 所以他們社區就會自發辦這個學校 當然也是產蛋經營 然後有一天沒一天的 所以當我們看見了 我們接觸了 我們開始一起去來努力 讓這個教育學校可以辦得更好 所以像我們就 資助了綠水瀑布跟文仁蘭花小學 全共五百個孩子 那當地大概有五十間這樣的學校 可能將近一萬個孩子 那這四間是我們Golation在資助的 所以我們會去做 去這個學校做公益參訪 然後計畫費的話 各位團員的 這個也會做直接在教育 跟學校的捐助上面 做以改善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一張號 這個是另外一個 也是我們在資助的 那這一群人是在泰國境內 山區克倫族人 在比較偏遠山上 然後也是有三間學校 綠竹、西一流跟大樹 那我們每一次去的學校 移工學校跟部落學校會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主要還是去做訪事 然後我們自己工作人員 還是去那邊推動服務計畫 那大家就跟著我們一起去到實地 去認識去看見 當地怎麼用自己的力量 在辦這個學校 然後很重要一點是 我們其實就在培訓 當地的難民青年 成為敏天移工教師 培訓當地的部落青年 成為他們自己的教師 因為他們可以用母語教 而且很多這種學校 其實都是多語 就是剛剛的 泰語、綿語、英語這樣子在進行 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理念 其實最重要一點 還是跟邊境夥伴 跟他們經歷這樣的夥伴關係 而且是長期持續生根的 那透過教育 其實也透過整個社群發展 跟這個服務工作方式 讓他們成為他們自己社群 未來發展的那個力量 成為教育工作者、社群工作者 然後有能力有想法去服務 自己的族群、自己的部落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放學了 這是我們校車 這個校車是哪裡的校車 台灣的嘛 大家都很熟悉對不對 因為那裡有寫自由SPA 好 我們來看看 泰緬邊境瀑布小學的校車 這個校車 有沒有很震撼 一些些震撼 我看大家都滿冷靜的 沒什麼震撼 我比較震撼 好 坐了多少人 30個 還有沒有其他的猜測 猜猜看 猜猜看 猜中送泰緬邊境 九天八夜遊 抽獎活動 抽獎活動 抽獎活動我是說真的啊 但是 有沒有其他猜測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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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精準喔 還有沒有 有一個 用點的 就點人頭 點臉有沒有 一二三 一伏 四五 六七八 應該這個頭在哪 八 一二三四五 四十 然後一些小的會在裡面 然後前面還有 那到底有多少人呢 有圖有真相 其實我 瀑布小學 我已經真的認識十年了 十年來就是看著他們 慘難經營 從一間 只有一個老師 兩個老師 只有三四十個孩子 到後來現在成為 三百個孩子 有八個年級 那很不容易 而且那個單子越來越重 他們其實就是沒有政府嘛 一般我們想教育 所以我們想到的是什麼 就公部門 不然就私利 可是這個很簡單 這是政府不存在 然後市場 失能 一般這種很貧窮 都是移工家庭 他們一般的 一天的薪水 不過一百多塊泰銖 泰銖跟台幣差不多 那 可是其實我每次看到 這些校車在接送孩子 上學下學 其實我心裡是喜悅的 也是難過的 我喜悅的是 太好了 還有這些孩子可以上學 可是我永遠一直很難過 或者是能夠上這台車的 還是少數幸福的孩子 因為私學人口還是佔多數 那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其實沒有看見 難道就不存在了嗎 所以很重要一點 我們這個多一餐訪 由我們Gloration帶領 邀請大家 帶領大家去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 一起來看見他們的努力 跟他們的存在 好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 部落生活跟生態農場 這是我們亮點 部落生活是亮點 我們去三天兩夜 對 雲章受苦了 待會他在那邊拿起來 我等一下 好驚 對對對 沒有準備好 千萬不要上部落 那 到底有多苦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 超苦 我們請給大家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柯倫竹部落 這是泰國 然後 很抱歉 我們坐了八個小時的車 從曼谷到了邊境之後 大家調整兩天之後 就要再搭四個小時的車 再去山上 而且我們會把配備 越來越準備越來越好 我們從 有冷氣的小巴士 到後面的自然空調 開場子的敞篷車 就是貨卡車啦 那超舒服的 就是適暖傳統車 因為要到山上 那前面路段都很好 只是上山 因為他還是很產業道路 然後因為這些部落 是真的很山裡面 很傳統的樣子 這張照片大家有沒有覺得 似曾相識 有沒有很像一張電影的海報 聚照 賽德克巴萊 賽德克巴萊 太年冰鏡板 然後我們在拍照照片的朋友 叫張之星 然後那剛好兩個大學生去 醫學院的學生 然後其中一個是原住民的學生 他爸爸是原住民 他突然看著這樣子 他就說 原來我的父子輩的生活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對台灣來講 部落其實就是 只剩下文 照片 文史文獻 或聽爸爸 就是父子輩 在口述 然後另外一個年輕人 講得更有趣 他一看到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去 部落拜訪 然後 因為這個村子 是我們服務的隔壁村 所以他們也 基本上就沒有外國人去 所以那次也比較特別是 他們就 我們順道去拜訪 然後他們就出來看我們 然後所有的村民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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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村的那個空地裡面 就 就繞一圈又一圈 兩圈三圈 然後當我們在講 我們觀看他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更多是被觀看的 好 然後可是這個項目 其實我們沒有 我們是開放的 我們是沒有到那種 特殊的目的在 所以我們時間也放很慢 我們其實就是去那邊 慢慢的去做一些交流跟互動 那這個村也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今年開始 資助他新的老師 在那裡教書 然後 這個年輕的學生講的很有趣的話 他說 我覺得我好像來到那個 Discovery的實境現場這樣 就是 平常在電視看到的突然就出現這樣 他還自身在其中 好那可是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因為這樣的村落其實都在消失當中 必然的消失 因為當傳統遇上了文明 當文明進入 我們其實有一件事情 大概 我們待會兒可以很多時間 所以你想提問 或打斷我都可以 有人常常都會 人家問我 我們這樣會不會打擾他們 我們會不會打擾他們 各位覺得呢 會不會打擾 當然會打擾啊 我們本來就去打擾他們的 可是我覺得 所以不用 我覺得那種說 你不承認啊 或者沒有意識到你在打擾的 這樣我們就 就打擾得很慘嘛 那最多就是觀光客就是這樣子嘛 可是我覺得我們是工藝團 而且我們是長期在生根 在當地的 我們其實 當然是打擾 可是我們是有意識的 有限度的 而且是好好的打擾 那最 其實最 我覺得最 最負面影響的打擾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主流社會的文明的進入 我們不去 其實 宗教會去 佛教 傳教師會進去 我們不去 其實商人也都進去了 去那邊做買賣 去那邊做不公平 不對等的買賣 然後我們不去 其實工部也會去 然後做了很多這樣的限制 所以我們基本上去還是以NGO 以這樣服務組織 長期要跟他們做這樣的生根教育服務的方式去的 那待會兒我們可以再繼續聊 再繼續聊 好 那像這個 我就用話來給大家看 其實我覺得最棒還是這個熱帶雨林 如果大家能夠自身在當地 三天兩夜 然後 這是一個也是一個 醫生 年輕醫生寫的很棒 就是雨林部落 檳榔葉的香氣 然後兩繞垂菸 架高的 被架高的 抬高的木造 木造高角屋 那這是一個景盧媽媽 她 用繪本在旅行 然後每一個地方就開始畫畫畫畫 這樣子 然後這個大概也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最高級的規格的 就是村民家 我們都借宿村民家 那 通常你 被什麼叫醒 每天被什麼叫醒 雞 對 然後還有豬 都在旁邊這樣繞來繞去 整個村莊就是很自然的樣子 然後吃 他們還是一樣 就是 這樣子啊 就是 炭燒飯 炭燒 炭燒湯 然後 這個亮點 我們這個旅程的亮點 沒有訊號 沒有WiFi 沒有熱水 沒有電力的三天兩夜 這個是完全亮點 我覺得 通常很多爸媽說 好快去快去 然後孩子說我不要 可是我覺得很棒 就是完全可以抽零 然後你看我們吃的東西很簡單 然後真的點蠟燭 然後這樣的生活 其實會把一切都放慢 我們那個步調其實就是 這樣真的說得好 就是我們坐那個 搭飛機 飛機是非常快 移動非常快的移動方式 然後到曼谷 這麼高度發展的大都會 然後再搭著車 慢慢進入到邊境 然後再邊境的兩天 然後我們再到山上去 然後把大家放放放到最慢的情況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然後我覺得我們去 是去跟他們學習 因為我們回來 其實不斷在心裡有一個聲音 就是人 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活在地球上面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那我們需要跟想要的這個差別 我們要去找出來 不然我們永遠會覺得不夠不夠 但是最美好的東西 往往就是在最單純的生活裡面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也在當地 跟合作夥伴在推動這個生態農場 我們叫歐米歐提生態農場 那歐米是什麼意思 就吃飯 歐提是喝水 這是客人主語 客人主語 那友善耕作富裕山林 提供安養照護的所在 這個計畫也五年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工作室 那這是之前的工藝團 那每一次會有不同的手作課程 有時候是耕作 有時候是採集 然後他們比較特別 這在乾季的時候可以做 他們在幹嘛 拆拆看 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砸稻草人對不對 編織 編織編什麼 編屋頂 編屋頂沒錯 就地取材 這個是樹葉 然後這是乾的芒草 所以每一個季節 或就地取材 其實就是 其實在部落也是 部落都是很自然的 然後這個 這個他們在編屋頂 大家都沒想像 你可以會編屋頂 後來編得超療癒的 每個人都編得不想走 就開始進入那個 連南一大老師也是這樣編 然後他就 就開始編得 大家開始都不會啦 可是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像我們一團 對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我們團都非常的小 我們都九人以下 所以我們甚至有的團 就是七八個 所以我們那個干擾的程度 其實非常非常低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把團 弄得很小 然後我們這麼小的團 我們才有辦法彼此去認識 然後我們去一個地方 跟離開地方 可以比較自然的 自然的移動 好 那我們八個 九個人 一個上午編了幾塊 編了幾片 大家不要猜猜看 屋頂大概就一零半這樣 編了五片 然後這樣一動要一百六十片 然後勞動量非常大 勞動量非常大 可是就是很舒服 很舒服 然後有一個朋友去 就是他有這樣 他去山上 或者去那個生態農場 甚至我們會經過難民 他就說 哇靠你們整片都綠建築耶 全部都是綠建築 不用標章了 這真的是標準綠建築 那其實每個 對每個旅程 大家會大家的興趣 會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也很棒 就每次也在透過各位的經驗 各位的眼中 各位的參與 再有新的學習 像今年二月和平團 有一個很特別的朋友 他叫劉曼儀 他就最近寫了一本書 就是跟著布農族 回到他們的舊部落 在造屋 叫劉曼儀回家的路 然後他超興奮的 他就到處去看 這個屋頂怎麼編啊 竹子怎麼編啊 然後器材怎麼做啊 然後我就看著他 然後甚至他就跟著當地的部落 他們順手一拿就一把小刀 然後竹子拿出來就開始 看他們在旁邊做東西 這樣子 那其實有很多可以學習 都可以看的 好那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這生態農場 這個是 五年前的樣子 其實當地也是開始 過度開發了啦 然後 整個 我們當地都 旁邊其實都在種 甘蔗 玉米 經濟作物 單一的經濟作物 大片大片的 然後裡面都是緬甸人 緬甸移工 然後都沒有防護 在噴農藥 然後我們在裡面就是這種 其實就是 等於像奴工一樣 真的你要親眼看到 你才會知道 那我們當然 因為長期在那邊 我們很清楚 所以我們才幫助社區一起辦教育 希望他們孩子能夠脫離這樣的一個貧窮 脫離一樣 脫離這個 這個整個經濟結構 好那這個就是 它也是一樣 就是 玉米田種了好幾年 然後我們後來一個機會 我們就找到這塊地 然後就要 跟梁樹 很重要梁樹姐 我們要把它做成生態農場 其實這去年拍了 我的 我其實 這是雨季過後 所以你看很綠 然後每一年 就會看到 那些變化 那些改變在發生著 我們的 這個主要活動也會帶大家到生態農場 好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社會企業跟這個手作體驗 通常這部分也很受大家歡迎 為什麼 因為 可以在鎮上吃香的喝辣的 不是啊 就大家在鎮上 在Messo鎮上 Messo是個小鎮喔 然後很有趣很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當地夥伴就是這個社會企業 然後真實的在地體驗 有一個市集採買跟手作料理 我們會在當地一個複合式的叫Borderline Shop 它是當地少數這些婦女團體 他們共同經營 然後聘用當地的緬甸移工 然後他們可以在管理這個店 然後他們有手工藝品 也有一個Tea Garden 然後上面還有緬甸畫家的藝廊 是一個複合式的一個店 然後這家店其實也很久了喔 12年13年了 而且是農民Planet唯一Messo購物推薦 很重要 因為十幾年前其實 我們 我也是當然那時候就開始參與 我用志工的方式 朋友的方式在參與 我當然從來沒有聽過社會企業 我們只是覺得 好像應該有個地方 我們來試試看 讓這些小數民族婦女團體的手工藝品 可以展現的地方 那後來樓上空間 木造房 二樓 有美麗畫家 那我們把它做成藝廊吧 然後後來後面又有空間 有朋友說 那我把它做成一個餐廳吧 然後我們一些輕食 這是 這是大家做的喔 這是團員們自己做的喔 那我們來看看他們怎麼做的 來 這是烹飪課 這是一個醫學生 我用倒帶的方式 那個菜怎麼來的 好 這個 這個就是在後面的廚房 還有烹飪課 會帶大家可以自己挑菜 然後學習怎麼做烹飪課 然後這是他們做的課程 都是團員 然後這當地的經理跟有廚師 他會帶我們到市場去採買 會教我們大家怎麼煮 不用擔心 然後這是傳統市場 傳統市場最棒喔 我說 我常建議大家如果去旅行的時候 一定要一個人去逛傳統市場 那是最有趣的地方 然後這張 這張雲章拍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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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拍的 對對對 都雲章拍的 完全 就是運用這樣大家來 然後這張 因為太有趣了 雲章就捕捉到他們 他們有沒有 大家覺得他們認識嗎 他們是應該一起去採買嘛 對不對 有人點頭喔 其實不是啦 他們是剛好真的走在一起 然後雲章在後面就把牌照拍下來 然後這是傳統市場裡面 然後其實就是給大家去手作去體驗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這個 群木娃的這個 他的手織品的工作法 然後這是一個團員 他也很棒 他自己是美術系畢業的 他就畫這個 畫這隻貓 然後旁邊這是他們做的 他們之前做這個小飾品 然後這次做書籤 這次書籤比較難嘛 因為是第一次嘗試 蠻好的齁 好 待會雲章也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療癒手作 我覺得學會慢 其實我們的行程其實 很多齁 內容很多啦 可是很重要一點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放慢 然後光大家在看我們的行程介紹的時候 曾經有媽媽就說 她覺得我們行程會不會太空啊 她很擔心 她覺得好慢喔 然後很空白 好像沒有那麼精彩 沒有那麼充實 可是當她去了幾天 第三天的時候她還沒手 突然跟我講 她說 她懂了 我們這些 這個工藝團 105號公路工藝團 我們的空白是故意留的 那這些空白是讓每一個人自己去填滿 也讓當地人去填滿 也讓我們共同旅行的朋友們一起彼此填滿 然後她學會了這個慢 那這個就是人良樹女社 我們也會就會去這個群木啊的工作坊 然後她們在做織布跟很特別的 今天博章在這邊 博章有看到穿傳統服的 這件衣服當然不是她織的啦 要完成她要住三個月才行 不過就是讓大家去體驗這樣的一個手織布 然後旁邊這個女孩也蠻特別的 她是布農族的女孩 那她自己就去那邊學支部這樣子 好 那最後齁 最後很重要一點 吃的部分絕對不會虧待大家 最後 吃是很精彩的齁 我覺得吃是一個文化 吃是一個體驗 那冰淨的部分其實是真的很豐富喔 就 通常不太願意放照片 是因為我覺得 希望大家真正去那邊 去驚豔 然後去用味蕾 用舌頭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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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嚐 去品嚐 然後最好玩的是看到台灣 通常菜上來 我們就看到每個人 把相機拿起來 有一張照片 我不知道誰拍 就看到三個 大家幾個人都拿相機 就 就這個啦 穆斯林的這個 這個烤餅 然後就看到大家就是拿照相機 先用相機來吃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群木娃吃的齁 都我們自己做的 那 這個比較特別 大家看看他們在吃什麼 這一包張正買的啦 應該是啊 張正買了三包 買了三包 好 待會兒他還會跟大家分享 那 先 先保留好了 田螺燒酒 燒 燒酒雷 怎麼可能讓大家去那邊 還吃台式的呢 當然是吃當地的啊 對 之類的之類的 選擇很多 選擇很多 花樣很多 好 那最後齁 最後我們這個公益參訪團的意義 其實還是一樣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交流 是一個學習之旅 文化觀察 然後經驗學習 是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我們自己的經驗 那我們是抱持一個學習的態度 然後跟當地一起彼此分享 那像這個就在做 在當地山上的話 也許 看季節齁 其實我們都沒有特定安排 就是看當地村民們 部落們 或社區 他們當地在做些哪些事情 然後我們就跟著做 那除了這個烹飪客 跟這個群木娃的 那因為在鎮上 他是工作坊 社會企業 那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也是公益捐贈的部分 然後會參訪其他的公益團體 沒到診所 醫療團隊 還有重要一點 我們就一起來行私 我覺得最重要一點 還是找回我們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還有我們人 在生活在這個土地上 生活在這地球上的意義是什麼 好 然後最後的話 這個我們計劃費 其實乍看之下 我們計劃會蠻高的 一般會講 去泰國 帕太亞 六日有不是才八八八 八還少兩塊嗎 但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那是真的是 觀光團旅行團 可是我們是公益參訪 所以我們其實百分之四十 就是讓當地 藝術在當地這些機構 當地這個團隊 還有這些社會企業 這些計劃可以去運用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們這團其實人很少 才八九個人 我們一年就四團 借不過三十幾個名額 我就想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我就不相信會收不滿 但是很抱歉 還真的收不滿 我們當五團就取消了 而且我們雙十團 還有很多名額 我覺得 可能還是就機緣吧 我覺得實際還沒成熟 那還是一樣 今天先讓我 這樣的故事 用語言 用文 帶領大家這個旅程 可是最棒最棒的 我還是誠心誠意 邀請大家 如果能參加我們公益團 就跟著我們一起去 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隨時鼓勵大家 歡迎大家 就到邊境 親自去走一趟 去那裡 好的 認識那裡 好 那最後的話 宣傳一下 八月團 還有名額 八月團只有五個人 然後同事官員 應該照不到人 我說 好 不要放棄 活著就有希望 那 八月十一號 跟十九 這個很特別 因為這是一個 藝術治療師 他帶著幾個青少年 一起去的 然後 我覺得這個更 這個很特別 然後我也很喜歡 想再邀請大家 可以去 而且我們團很開放 我們團不用團進團出 所以我們可以在曼谷相遇 我們可以在Mesho相遇 然後很多時候都有啊 像 欸 就是博招 還有 印章也是 就幾個都是去緬甸 或去清邁 去去旅行這樣 然後 我覺得人生的相遇就是如此 真正的旅程就是如此啊 我們在某個時空 某個時刻 能夠同行 我覺得那就是最美好的 然後雙石團 雙石團 還有很多名額 然後尤其這一位 他第一個報名 他剛才跟我complain說 怎麼不廣快 通知買機票呢 機票會越來越貴啊 然後我只好跟他說 抱歉 因為你是第一個報名 上禮拜才第二個報名 所以今天有這麼多人來 你廣快就 拜託 進行 歡迎就加入 然後 OK啦OK啦 我說沒去是時候 還沒成熟 還沒成熟嗎 我們這個 你看張政跟余章跟我們一起去 然後大家有很多朋友 去過了再回來 我們都成為好朋友 這麼有質感的團 這麼有口碑的團 就趕快來吧 那不然就等明年喔 而且明年還不確定 好 這最後一個 這是一個好朋友 他也是跟我們 關注我們很多年 一個陳雨蓮 文字工作者 很多很多年 然後他 也是去年底 跟我們走了15號公路 那他說了喔 他寫下這個 做一個資深背包客 我選擇走一趟105號公路 因為我知道 唯有Glow location 如此長期深登當地 我才能隨著他們腳步 貼近邊境人們 及當地最真實的樣貌 然後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也不是隨著Glow location 也不是隨著Same 其實我們還是隨著 當地邊境的人們 因為那裡有很多好朋友在那裡 然後我們彼此認識 有那個情感 有那個連結 那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會辦這樣的公益參訪團 我覺得很簡單喔 最早的初衷 最早的初衷就是因為 我想要回太平邊境 然後我沒有錢買機票 我沒有錢做這個旅程 然後我就覺得邀朋友揪個團 然後請大家支持我的機票 然後我就回去這樣子 那我們兩年前才成立Glow location 然後我們就決定 繼續推動這個服務計畫 然後也讓公益參訪團 能夠更固定下來 更成形 那很簡單 這個理由就是 我覺得 我 我們一群好朋友 跟當地引進有連結 然後繼續在耕耘當地 那我希望 我能夠邀請新朋友們 跟我一起走一趟太緬邊境 認識我在當地的這些老朋友 然後我們彼此之間 成為好朋友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歡迎大家在我們臉書按個讚 我通常都沒有玩這個 可是今天難得的場子 請大家把手機拿出來 按過讚了嗎 還沒按讚的 趕快按一下 拜託 因為我們戰術還是很少 然後歡迎大家關注我們Glow location Taiwan 然後在網路上 那我們的官網都有105號公路公益參訪的 這個詳細說明 然後歡迎大家也一起來 資助我們在太平邊境的 教育服務行動 服務計畫 好 那現在時間 我就交給 邀請我們的 銀章 銀章先好 銀章有準備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雲章 我是這一次的團員 然後我也是燦燦時光的 共同創辦人 我是張震的太太 那老實說我跟張震這次呢 跟Sam一起去邊境 我們第一天就嚇到了 對就是完全不在預期中 其實我們跟Sam認識非常久 我跟梁樹甚至認識 十幾年 就是我當年非常年輕的時候 我就曾經想追隨他的腳步到邊境 去 他去當工作人員 其實那時候他有interview我 而且我好像還錄取了 就準備要出發前了 他那時候他在柬埔寨 然後柬埔寨就爆發內戰 所以我後來其實就沒有去城 然後這一次要 當然終點我一直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就來來回回 我們都還是有一些交流 然後等於就是我知道 他一直都在邊境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後包括後來結了婚 生了小孩 然後做群魔王 我就說哇怎麼這麼厲害 然後我甚至還捐過一台佛認機給他 然後帶回邊境 那但是這一次終於就是 其實Sam開口 那不然我跟張正大家也提不起勇氣說 去那邊 然後梁樹華就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就說我已經等你20年了 你也應該來了 然後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其實他也跟當地的克倫族的那個長老是說 其實20年前我有 我有錄取他 但他後來因為戰爭他就沒有 就是我們就後來沒有變成工作朋友 可是這一次的經驗其實讓我 然後去到了一個 我覺得那是完全超乎預期的旅行 所以我大概第一天就發了一個 在FB就發了一個訊息 就說 這是沒有準備好是不可以來的 那特別是上部落這件事情 其實其他的部分我覺得都還好 很愉快 像那個剛剛講到做菜啊 慢活啊做紡機呢 編織的部分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會很喜歡 因為他那個步調是非常自然的 然後跟你在台灣去上那種很高級的餐飲 可是不一樣的 對 在那邊其實他很多東西是就地取菜 然後老師帶著你上市場去採買 然後去認識他 教你怎麼看見那些食物的樣貌 還有最精彩的都是路人 所以我們就會一直看著路人 然後就一直追著路人的背影 或追著那個攤販拍照 然後路人 可是路人我覺得很離他們 就很自然 你看著他他就對你笑 就是也不會怎麼樣 那像Sam是比較謹慎 很有自覺的那種人 所以他就會說不要一直拍 不要那個小孩子 不要一直對著小孩 那小孩明明就很可愛 玩得就很瘋 為什麼不可以 然後 當然我覺得他的提醒是對的 就是你有意識到自己做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在消費他們的時候 你就會更謹慎 那當然 我們也拍了很多小孩的照片 對 但是可能 要不要發那個是可以再討論 可是 就是這個互動的過程 我覺得很棒的是 因為我們後來知道 百分之四十的團費 其實他是 就是捐給我們去 拜訪的那些地方跟小學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有任務的旅行 而且你是一個有用的旅客 就是你不是來消費他們的 事實上你的每一次參訪 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讓他看見世界的機會 因為他們這些孩子 甚至這些老師 他們都沒有機會走出那個地方 對我記得我在綠水小學 就跟一個英文很好的老師聊天 然後他就在跟我聊說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找到太語老師 所以他們在泰國的土地上 可是很多人是不會講太語的 因為他們學校請不起太語老師 他說我們一個克倫組老師 來教克倫的東西 或教綿語 他們會講綿語 一個月的薪水大概是三千塊 對不對 三千塊泰銖 可是如果我們要請一個泰國老師 他一個月的薪水是七千泰銖 所以他們請不起 那你想想看 在泰國土地上 如果你不會講太語 那你能找到什麼樣子的工作 可是他的英文非常好 所以我就跟他說 沒有關係啊 你可以上網 就很天真的說你可以上網 然後你就可以 你知道Cocera嗎 你知道Ted嗎 就是你可以上去學很多 任何你要學的東西 你英文這麼好 然後他就淡淡的說 可是我們沒有網路 對 就是我覺得有一些匱乏是 嗯 作為一個台灣人 或作為一個非常便利 生活的人 其實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對 那我覺得Sam他們把我們帶到那個現場 而且他們其實也不會因為 我覺得你會看到另外一種 附足是他不會覺得我很窮 所以好像我就很糟糕 其實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很安於自己的那個狀態 可是他們會透過這種更外面的人接觸 他其實會他也會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看到那個部落的那個食物 其實在部落吃東西 的確是非常非常簡單 而且我那時候好像還跟張正說 我們應該要帶泡麵來的 可是我的意思不是泡給自己吃 所以我們應該要泡給他們吃 就是他們在當地也吃泡麵啊 他們也吃他們的泡麵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應該要跟他們交流一下台灣 不同的泡麵的口味啊 就是對他們來說 否則我就會覺得我們去那邊 好像都是他們在照顧我們 然後吃 因為我們現在去是那個雨季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筍子的話 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 雨後春筍可以吃 然後食物是非常新鮮的 絕對有機 而且體會那種簡單的生活 然後甚至我覺得體會一點點 不方便和匱乏 這件事情都是很棒的 比如說剛剛講到不能洗熱水澡 這件事情 然後我在那天其實身 在部落那三天剛好身體 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就覺得天啊 這裡的女人到底是要怎麼過日子啊 就是每天要撿那麼多的柴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用柴火做 然後要做這麼多的菜 然後要煮這樣的飯 那雖然我們吃的食物這麼的簡單 可是他就用一個小小的爐火 然後那麼暗沒有燈光 就這樣子做 而且他們看得到耶 然後他們都沒進室 然後我們去小學參訪的時候 也看到那個沒有日光燈 他就是在學校的那邊 屋頂開了幾個 教室屋頂開了幾個天窗 然後光線就這樣進來 他們就用那樣的光線學讀書寫字 可是柏章 柏章他們幫小朋友做 他和他的朋友很感人 他們兩個醫生跑去幫全校的小朋友做健檢 身高體重視力 很可愛 那些小朋友 因為沒有做過視力檢查 他們以為是考試 所以就不知道該怎麼 就很緊張 然後旁邊的人就開始背 就是背那個視力表 然後後來就透過翻譯跟他們解釋說 不要背 就是看得到 因為就有小孩在旁邊敲寫 好像想要把那個圖都背起來 等一下被考到的時候不會答錯這樣 就是 然後後來還跟他們說 沒有看得到就看得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好像有一個小孩被你們發現是 他連最大的字都看不到 他說這怎麼可能 就近視這麼嚴重 0.1都看不到 後來發現不是 他是看不懂那個圖的意思 所以他們就很快的寫了數字 寫在旁邊 然後就問他說 你看得到這個嗎 這是什麼字 然後他就可以唸出來 然後他們就放心說 喔還好他視力沒問題 他只是看不懂 就是不知道要怎麼逼 對他不知道 他沒有學過 對所以 等一下可能博章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博章去的次數其實更多 那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刺激的體驗 那我覺得Sam他們真的心臟很強 就敢帶我們這種好無準備的人上山 而且其實就是一路都是平安的啦 對就是安全部分我覺得大家不用太顧慮 可是需要準備的是你自己心理 對於這種所謂的文明跟文明的界線 還有你自己的舒適圈 能不能走出舒適圈的這樣子的心理準備 對那我覺得 就三天兩夜沒電沒熱水 對 對很好 你知道沒電沒熱水 就是你要準備沒有熱水的生活 就是你沒有熱水洗澡 那電的話呢 我們都有手機嘛 手機其實都有手電筒 但我後來發現比較聰明的人 就有準備頭燈 所以出門的時候 或者晚上你要去上廁所 連廁所都是在房子外面 就是你要去體會三四十年前 可能台灣也是這樣的生活 對就是可能一些登山需要的一些小物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習慣 對就可以做一點這樣的準備 然後我甚至不是睡在 我甚至不是睡在房間裡面 因為他那個 對我是睡在外面 就是房間的外面有一個像佛堂這樣子的空間 不過雖然裡面其實很舒服 就很涼快 而且你會聽到各種聲音 我已經很久 我是一個睡眠很好的人 我很久沒有失眠 但是我在那邊 在山上的第一個晚上就失眠了 失眠的原因是我覺得大自然太吵了 大家都覺得大自然是很安靜對不對 錯 雨季的大自然是有青蛙的聲音 有蟲的聲音 就是那種蟲鳴 然後到快 天快亮的時候就會有雞的聲音 而且一隻雞叫了 其他的雞就會開始跟著叫 所以其實是很吵的 可是他就是空氣非常非常的乾淨 然後那個環境 而且包括你後來走進那個雨林 那種感覺就很像 對很像活著在走那個discovery的感覺 然後那些人也都很自在 可能我們住的那個家庭是沒有衛星 可是我後來走到後面的幾個房屋 我有看到有人的家裡是有那個小耳朵 所以我判斷他們家應該是有網路 就是他們是可以上網 那沒有電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電 那邊有人在用太陽能電板幫手機 就是充電 還有另外是他們會用油 就是用油好像也可以發電 對對對 只不過我們那天 我們那天住的那個家庭是沒有 對 所以就沒有這些東西 可是這種體驗就是完全的切斷 你的所有的跟文明的接觸 就是你不能上網 你也不能發圖 然後你完全不知道等一下要幹嘛 就是常常你知道的Sam跟我說 我們接下來可能要去哪裡 對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可以讓你去思考 就是真的是完全的放空 然後那個放空的過程當中 也會有一些更深的體悟 就是真正的空在那樣的森林裡 那三天兩夜 對 那做飯的部分我覺得這種體會是很不錯的 包括這個剛剛沒有提到 就是其實做這些菜都是我們自己決定的 他們會提供我們一本那個Borderline Tea Shop的食譜 很棒很棒的食譜 然後你可以從那食譜裡面選 一道甜點 一道沙拉 一道主食 然後一道飲料 然後你們選好了之後呢 廚師就會帶著你們上街去採賣 然後這些東西滑心街菜場都有 對 所以其實下次有機會 對萬利可以學一下 其實我後來就發現 有些東西真的是這邊都有 所以其實都買得到 如果你會要再複製 那是可能的 然後我們下面有一位正在準備的 泰國姐姐非常熱心 等一下會提供大家一些真正的泰國食物 就是熱心的提供 對 那可是當然有一些東西 台灣也許比較不容易取得 比如說這個是椰子 打開那個椰子 然後有很厚的椰人 台灣的椰人通常是比較薄的 但如果你多打開幾顆椰子 可能就可以 對 他們這個是比較厚的 那其他東西真的是台灣都有 而且透過這個自己做的過程 自己做自己吃 我覺得他又找回那個人的連結 就是我覺得在邊境很多事情 就是你要做才有 就是有做有有的吃 那包括我在農場也負責 我們也有工作 然後我做的也是沙拉 所以又在農場 又學了一道農場沙拉 那他不是那種所謂的旅行團 就是幫你幫你什麼 每一步都照顧得好好的時間到 就坐下來就開始吃 或幹嘛幹嘛 那在這個體驗當中 其實都是很多隨機的挑戰 或是你也可以跟Sam說 欸我可能想要幹嘛 可不可以安排 那Sam可能就會說 好吧帶你們去一個私房景點 然後去看夕陽 或者是對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還有一個很珍貴的是 我覺得在當地接待我們的這些朋友 他們都不太像是服務人員 就是他不會對你很客套的 一直對你笑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有沒有什麼需要服務的 就是他們不是這樣子的人 他們就比較像是說 你是Sam的朋友 所以那我們應該也是朋友 你就會被納入那個 可以交談 然後可以討論 然後可以詢問的 那樣子的一個系統 對 我覺得那個是這個旅程 最珍貴的部分 就包括說 我們也後來認識了 我們開車的朋友 叫做彭跟三 然後三的女朋友 太太也出現 然後他太太在一個法國的餐廳 做一個NGO的工作 非常漂亮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們就在跟他討論 我就讓他訴苦 我說我們上山的時候 我好苦啊什麼之類 他說 你只是去最近的一個部落 我家還要再開進去七八個小時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這是什麼生活 但他就會告訴你說 他也去過哪裡 也去過哪裡 然後但是他覺得最棒的地方 就是那個沒有水 沒有熱水沒有電 然後充滿各種森林的神明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是可以讓你釋放你的野性的地方 晚上蚊子多不多 蚊子多不多 晚上會有蚊子 對可是你可以做準備 像我這次我的partner很棒 我們現在睡戶外 可是我們沒有什麼被蚊子咬 就是因為他帶了一種很奇怪的台灣的中藥包 好像是說在中藥店50塊就可以買到 真的在中藥包在那裡蚊子就只會在旁邊飛 他不會叮你好奇怪啊 對所以我們就還好 因為不然在山裡面你還是會有點擔心被咬什麼的 對就是沒有這個部分就還好 好 還有問題嗎 還是接下來我們換一張正來分享 女生的部分可以問我如果你有擔心什麼 就是因為我是比較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點麻煩 我去了之後才發現自己很麻煩 所以我就回來有檢討 就是我的生活是否太太就是太需要太多物質了這樣子 對然後我覺得那個部分的改變就還還蠻好 就是說欸是不是需要這樣這樣這樣 對 我回應就好了 好 就在剝落尤尤其剝落啦 可是剝落它真的是我們很特別的人生間 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文明 生活在方便裡面了 那可是我覺得這樣一個抽離 反而是我們人生最難的經驗 然後對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我在它裡面能一直混這麼久 其實因為就是有部落 因為部落讓我回來覺得活到像自然 活到在很自然的狀態 然後有一個人好玩啦 我們去年也是 今年今年一個朋友是前破報記者 他去了部落第二天 早上就看到淡淡的抽根菸 然後就跟其他人說 原來我們是一群沒有生活能力的人 去那裡體會自己的分別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是高度分工啦 所以很多東西是別人在照顧我們 那我覺得這個體會其實就很深刻 其實對我們來講很有意義 然後第二個點其實也滿有趣的 就是提到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齁 我們這個團其實時間 對我們來講其實很短 因為我們每一年 每一天其實都還是在run這些計畫 學校要開 要培訓老師 要自助老師 要教孩子 然後生產農場 每一天還是要去經營 要去管理 要不然草齁 長得很快就起來了 然後群木啊 工作坊其實每天一樣在 在做這個支部跟做工作品 那還有每一個地方 其實當地的工作夥伴也是 他們一樣就一樣上山 一樣要去仿視這個部落學校 那我想通 我剛剛是坐誰 他疊台車馬 坐彭的車人 我們就是公路的鏡頭 要往山上的時候 彭很開心把安全帶放掉 然後音樂放很大的時候很開心 就解放了 我要回家了 然後又回到山上 那山上才是他的家 那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周遭這一群人 其實他們就是 本來就生活在當地的人 然後他們的生活當中 當然有他們的美好 可是也有他們的困境 就跟我們一樣 我覺得人都一樣 就像我們生活在台灣 生活在台北 也有我們的美好 跟我們的困境 可是我們在當下之中 都有很多很自然然的去發生 去交流 還有很重要一點是 其實還有一個我也都忘了 我也在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帶到當地 可是會看得到 Sam其實都還蠻忙的 當然 不是忙著跟村長喝酒 其實也是 也很重要的 跟村長喝酒 因為要邊喝邊聊 要談社區活動 然後另外就像這一次 博章一起去 所以我們也在談 健檢的事情 那我們這趟回來之後 其實博章醫師 也留在當地 又多留了一個禮拜 他把另外四間 五百多個孩子的 這個健檢 全部做完 然後上禮拜才剛回來 今天下午我們也 還在討論這個事情 所以很多的參與 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事情在發生著 好 那我現在要 謝謝雲章 然後我們請張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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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要出這邊 你要代表 我做 你做 應該會控制 我也不會控制 那個 還是那個 泰 今天是做什麼東西 泰國美食 如果好了就可以拿上 你可以一個一個傳給 對對對 還在做 那個 思潔下去看 思潔下去看 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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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她的另外一個媽媽在樓下 那要不要講一下思潔的媽媽 好好 好 剛剛下薰那個女生 叫代思潔 然後她之前其實就是在 等一下張正可能會提到 就是我們經過的那個 泰眠那邊的一個難民名 叫做梅拉難民名 她之前就在那邊服務 她那邊教難民英文 然後但她後來其實就愛上那邊 就一天到晚回去這樣子 那她身邊有一個泰國媽媽 是從她小的時候就一直照顧她到現在 因為她媽媽 她小的時候是在泰國曼谷 長大 她是台灣人 然後她就非常喜歡泰國菜 她的泰國媽媽就一路照顧她 照顧到20歲 所以她上次來演講分享她的經驗說 她的泰國媽媽也就跟來 然後做菜給我們全部的人吃 因為她媽媽愛她就愛她身邊所有的人 所以這一次她媽媽知道 泰國媽媽知道 就是我們要辦這個活動 她就特別主動請英說 那我來煮飯給你們吃好嗎 對所以今天就突然得到消息說 各位可以吃到免費的好吃 而且是愛心的泰國菜 對我們等一下要謝謝她 對就是幫助她媽媽 幫助她親身媽媽 照顧她的泰國媽媽 對然後 對我們等一下下去 如果有看到她 可以謝謝她 讓她會吃出一點淡淡的鄉愁 好那個 本來這一場是 賴書誠他們要來辦說明會 然後問我們會不會來 我們都會 結果後來我發現 你把那個 講者變成是我和雲章 好朋友的 好那 對好朋友所以我們也都講真的 對剛才大愛叫我下去講她的書 賴書誠馬上要上那個大愛電視台 要去那個讀嗨小朋友 然後要介紹她這本書 我也就很坦白的講 我就轉述了你跟我講的 那這本書寫得很爛 賴書誠他自己說他文筆很爛 你說你歌的文筆比你好 他歌的文筆比他好 那我看完之後我也說 嗯對其實這文筆真的不怎麼樣 哈哈哈哈 可是我的我的解釋是 或者我自己的感覺是 太免邊境太複雜了 其實你很難用這樣一本書 就把它寫清楚 而且如果你文筆又沒有很好的話 哈哈哈哈 可是就算文筆很好 像一棒的文字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可是我覺得也寫也很難寫清楚 就只能寫一些片段的感情 然後又有很多很驚人的 好看的圖片在裡面 欸我們剛前面有介紹 我們書店借書的那個方式 有講過了齁 反正大家可以拿回去看啦 然後看完覺得 哇真是不怎麼樣 就拿來還 哈哈哈哈 我們會退錢的 可是你覺得很好 那你當然也可以留著 好 那 對幸好我已經準備好 要在那個讀評寫一篇文章 所以我有一點準備 我待會會把 邊境的背影 我會放很多邊境的背影給大家看 那有沒有 我有沒有拍到很好的照片 其實有他們那個宣傳照 其實都我拍的嘛 就是我 就拿我的照片去拍 就很壞 他自己在那邊的時候 就說啊 拍照很困難 因為要拍別人的正面 其實對於 對於如果你是有Sense的人的話 你就會覺得 那是一個 殺傷 或者是我拍了你的 肖像之後 我拿回來 我沒給你錢 然後我在這邊 兜售 然後我好厲害 我拍到一個可愛 幫你也在這邊 好 所以呢 我這一兩禮拜在整理 我拍回來的 大概兩千張照片 我就 我把它分類了 然後最後 挑出了一些 可以 至少可以在 天下雜誌 就是那個獨立評論可以放的 然後拉出了一條故事線 這個是Ruff的 呃 其實這 我照時序牌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 可以看 欸那邊 對不對 可以可以吃了可以吃 就傳上來吧 他可以分 我們要先發碗 然後 現在我們要 對就一碗 對對對可以嗎 可以嗎 有沒有那麼多碗 謝謝謝謝 大家待會就像看電影一樣這樣 有這麼好的事情 我們這一場又不收錢 你知道我們平常演講是收費 今天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不收費 還給 還有食物 還有食物 所以食物 大家 呃 一定很好吃 好 這是觀光客入境 這不用特別看齁 這是 泰國的機場 然後 然後 那有些人就馬上需要抽煙 我跟Sam就跑去抽煙 這張我比較有寫 這一位司機先生 就是開車載我們從曼谷到美索的 一台小巴 其實還蠻 蠻好 蠻不錯的小巴 可是坐十個人 然後 他其實 行李後來塞不太下 就塞到我們前面 所以前面就是我們腳踩的行李 這段很吃力 剛剛 剛剛 我好像聽到你講嗎 講的輕描淡寫 如果你 如果你不能坐八小時的車 那你就不要去這一趟 好 我們今天就是來 把一些人篩選掉 不要去了 然後回來再抱怨 你如果覺得 坐八小時的車 很不舒服 你受不了 你就不要去 即使那個位子還 這個位子還不錯了 好 好 可是還是很不舒服 我告訴你 好 舒服 不舒服 舒服是相對的 我在 我們在一路開的時候 有人是坐那個貨車斗 他可能要坐八小時 我們坐在這裡面冷氣還很強 然後椅子很軟 八小時 可是因為你知道我們是那個 碗豆公主 所以 所以 那已經非常難 那更不用說這位司機大哥 他開八小時的車 中間當然會休息一下 開八小時我們從五六點從曼谷走到那邊一兩點 然後 他再回 回曼谷 他有睡一晚 很辛苦 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辛苦 然後 他也沒拿多少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像這個就是 我們自己的行李帶的都不多 這都是物資 都是 我們要帶去 帶去給那邊小朋友 所以這一趟 其實大家不要把它當作一個泰國的旅遊團 不然你會覺得很不划算 又貴 又不舒服 可是 它當然意義不一樣 這路上的 就 交通警察 就不用看 這其實對我跟雲章有趣 因為我們到那邊是凌晨 半夜大概一兩點兩三點 我們又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然後路邊看到他們正在送報 還沒有送報 就是台灣也會有啦 台灣如果這邊有夜貓子的話 你半夜 大概兩三點到 館前路 或者有一些 有一些報紙的集散地 我們走過去 看他非常驚訝 然後放報紙 然後他們準備在分報 要送出去 然後這邊比較大家看得懂的 就是那個 尊回大地 每一所站上到處都是貼這些春聯 不過好像沒有碰到一個當地人看得懂 這我沒碰到 那這家書店 這家是書店 然後這邊賣報紙 他們也看不懂 這個會是大家一直看到的景象 每所雖然是正 可是它裡面 那個非常多的田 田裡面有很多人在工作 不像台灣的田 好像都沒有人在工作 就自己長出來 每所那邊看到的田 裡面有很多的農人 在彎腰 在辛勤工作 那 這一張的背影 這一張的背影 是這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 其實就像剛剛Sam應該有講的 他們都是 很多是全家一起來 有些當然是個別跑來 有些是全家一起來 那我是覺得這張還 其實我拍最多的是這個 這個人 他的動作好俐落 他一個人可以抵其他三個人 我們有看他的速度 他好像這個是在 在育苗對不對 他們在 反正在拔 拔拔的動作非常快 可是我就是在想這樣子的 家人在旁邊看 看他的家人在工作 那他的任務可能是 顧午餐吧 然後這個旁邊也有那個太陽能板 在充電 在充手機 好 這就是這一位 這一位動作最快 這張照片不會登到那個天下 因為那個畫面太不好看了 可是這張本來要選的是 這兩位就是一直帶著我們跑的 PRT和彭 他們是當地的工作人員 是Sam他們的夥伴 這個是琳梁樹的女兒 叫農媒 那 這個是大家認得出來嗎 認不出來 就是他 背影 背影認不出來 這個女生才13歲 13歲 非常的 這個 靈活 在邊境討生活 他們才 也沒有多熟 然後就突然就很熟這樣子 然後就拍照拍他就閃 不過我自己 因為本來就不是很喜歡小孩 所以 然後 非常的靈活 像我們這種 各位在座就是那個 像我們都比較純樸 對不對 我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無餘的環境 可是在邊境我覺得 的確你得要有求生的能力 然後看 一直看不同的人 的臉色 誰會有資源 誰 不喜歡你 等等等等 這是那個美索邊境那邊 這個我一直要問 你們有沒有誰是這樣背閃 有嗎 緬甸有這種 你爸也是這樣背嗎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緬甸那邊的習慣 因為我後來看到他之後 我就沒有看過別人這樣背了 我想是緬甸人這樣背還是這個人自己發明的 所以你爸也這樣背 真的喔 萬利的爸爸是 萬利是我們好朋友 他住在華興街 他爸爸是雲南那邊過來的 雲南到緬甸再從緬甸來台灣 對 所以可以證明緬甸人是這樣背 因為我們以後可以試著這樣背 其實他蠻帥的 他槍是都這樣背 可是他本來不是在背在後面 他放在前面 是因為我們的團員小白 我們團員要跟他合照 他再把槍藏到後面 其實大家看到他們其實表情都不太好 但是我們的團員看到就滿興奮 就說可以合照嗎 然後那個警察 就把槍 那軍人就把槍放到後面去 嗯 其實就 我猜他們也見多了我們這種觀光客 都是Sam帶去 所以他是泰國的客人 泰國 這個是泰國軍人 他們守在泰國的邊界 然後就剛剛Sam有那個畫面 其實邊界也很鬆啦 就是大家跑來跑去好像也沒有幹嘛 所以他們說不定任務真的就是 就是招呼我們這些需要拍照的觀光客 沒有啦 沒有啦 他們真的有抓人 這個其實 這個場景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Sam很得意的帶我們 急著帶我們去這個地方 這張照片拍得不夠好 因為我也不太願意 正對他們拍 這邊是剛才那個軍人走的河堤 這邊是河灘地 然後再過去這邊就是緬甸 就是河然後就是緬甸 他就從河灘地 這樣看不出他的高度 其實他滿高 大概有至少一層樓的高度 他把這個木頭這樣架上一層樓的高度 然後在這邊搭一個店鋪 然後觀光客在這邊走 所以就是可以在這邊交易 不是一家 是可能兩百家 所以是一條那個比半谷機場 免稅店 還可能還更多的 更多店面的免稅店 我們當然不敢買 因為我已經帶足夠的白長壽 所以我就沒跟他們賣那個走私煙 最多的是煙 然後其他的 像這一家是賣布吧 然後那個 我們另外一個團員就很想買那個 那個大螃蟹 大蝦子 名下火蝦 然後其他零零總統都有 反正去的話他一定會帶你們去 因為他主要是要去那邊買古董 那邊有很多從那個中國緬甸那邊偷渡出來的那些 怪異怪氣的 那有70年代還有那種軍用的 對 然後Sam就把我們丟在這邊 他就去買古董 不是古董 是舊物 舊物 他有很多的嗜好 這是 這是邊境市場 這是我們團員的背影 這是我們團員的背影 認得出來嗎 有人在現場 郭子穎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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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那個南傳佛教跟 我覺得跟 台灣的習慣的北傳 大聖這邊不太一樣 那很亮 那這些是 禮拜天出來放假的緬甸移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個 這個隆記 隆記 他們都穿這個衣服 然後可以 很多地方可以丟錢 好 這是泰國的那個 因為雲章他們去洗頭 還不錯 洗得很好 對不對 洗得很好 但是是用冷水 你拿麥克風洗 他這裡入鏡了 對 我也入鏡了 可是不用我們主角是背影 主題是背影 大家不要看正面的 還有小白你看 小白在旁邊 雲章的頭洗一次是一百太多 小白的頭髮比較長是一百五 然後 我不知道下次去也可能會住在這附近吧 然後他的 其實這老闆 老闆娘不會講中文 可是他兒子很會講中文 他兒子會講中文 他兒子最後才出現 前面就是 那個 比手畫腳 去講 然後我頭髮也在那邊 我頭髮也在另外一家撿 在那個旅館的對面 一個英文非常好的緬甸人 幫我撿 好像也一百五吧 不會很貴啦 這是之後會 去那邊大家一定會去的 一個手製品工作 手作坊 喜歡織布的可以去 不喜歡織布的 對就帶一本書 像我在那邊就 我實在覺得 很坦白講 不喜歡織布的 根本不要去這趟旅程 可是可以去看看 因為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很厲害的地方 好 那我覺得 光是到那邊 有點類似朝聖 我覺得都是值得的 林良樹也是一個 特別的人 說他不正常 他會生氣 可是 其實就不是很正常 就是 不是很正常 他照顧不是很正常 就 不正常不是壞事嘛 不是在看直播啊 梁樹在 看你邊境看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不正常是好事啊 我們那麼正常幹嘛 對不對 正常就不會開這種書店 欸怎麼樣 那個有沒有人玩已經吃完了 還有還可以補貨的 還有還可以補貨的 不是啦 那需要新的玩 喔 新的新的玩 還可以吃啦 後來還有人來吃的 吃完了可以往後傳 喔喔喔喔喔 有晚上吃完 就隨便拿回來 那個也可以 這裡也可以做人 那些雞便 我想喝雞便 那些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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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隨時有什麼疑問 或者要打斷的都可以 我們就是一個很凌亂的說明會 那我多會申訴 可以 你先拿麥克風申訴 我要申訴一個 其實那個 邊境的酒屋店喔 很有趣耶 不懂那一點 可是你知道嗎 我其實在邊境 工作七年之久 從來都沒有去那一店 就經過也 看不上眼 所以我就到一個年紀之後 後來這幾年回去 因為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就有 瑞典製 蘇聯製 印度製的油燈 還有那種企劃爐 還有真空管收音機 緬甸製 日本製 德國製 然後還有就是 煤油燈啊 什麼什麼 可是這些東西是哪邊來的 緬甸來的 然後我藉由這個 其實我在想像 過去緬甸沒有發展 它被經濟制裁 然後那個整個時光的停滯 或裡面 它曾經變英國殖民 在緬甸 在印度 然後它裡面很多生活的舊物 你就想想看嗎 它現在一定是 它現在也不用真空管收音機了嘛 所以這些東西才會流出來 來到海外去 然後我每次去逛 我就覺得想 自身到一個小小的博物館 好這是我自己的辯解 才能我還是買的 呵呵呵 所以大家就可以聽得出來 Sam是一個多沒有深度的人 真的 其實是有趣的啦 是有趣的 好 那這個 這是我們在那個農場吃飯 在那個 生態農場 吃飯 就在這上面吃 其實背影是狗的背影 我在拍狗 可是 我跟你講我在緬甸看到狗 其實還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我 我待在越南的時間比較長 越南街上是看不到狗 或者躲起來 就是或者被吃了 可是緬甸好多狗 緬甸到處都是狗 那這狗也 乖乖就等我們 給它吃東西 這個就是 剛才 兩 前面兩位都有講的 這是 瀑布小學 這個老師 呃 我大概十八九歲吧 我覺得最諷刺的是 他身上穿的是洋雞隊的外套 因為我們有跟大家簡單聊一下 或者大家如果看那本 105號公路 或者看 看 Sam的這一本 都會提到 這些 這些女生 多半是 也有男生啊 這些年輕人 他是在難民裡長大 受教育 然後 可是受完教育 那個學歷也不被承認 那可以到這些 在他們 資助的小學工作 教書 已經算是 還不錯了 就可以領到一些薪水 雖然薪水很低啊 那他們希望下一步 可能想要 學泰文 然後或者想要念大學 甚至想要 申請出國 就是 難民庇護等等 很 蠻無望的一個 一個 不是無望 有希望啦 可是 像剛雲章講的 雲章那個 提了很笨的建議 叫他上網 沒有網路 就想像沒有 而且他們是住校 就小朋友下課之後 這幾個 年輕女生 就住在學校 另外一個更偏僻的 那個男生 兩個男生 住在山裡面 那個 綠水小學 沒有電視 然後網路不太通 不太能 不太能想像這樣的生活 這是瀑布小學的 小朋友上課的 這個是綠水小學 這位就是 他如果願意的話 可以跟他聊天 你打那個 Green Water 那個臉書粉絲頁 就是他在管的 因為那邊就兩個老師 然後這一間更偏遠 但是他有網路 但是他有網路 他會上去連 當然不會太快 那 這個有趣的 倒是可以講 就是你看 Sam很兇在罵他 對不對 沒有啊 Sam很溫柔 在問每一個小朋友的 志願是什麼 那你看他們小朋友會 我不知道萬利你們會不會這樣 不會齁 所以這可能是緬甸的 還是緬甸的習俗 就是雙手抱雄 雙手抱雄 雙手抱雄 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抱 表示尊敬 看到壞人的時候 看到長輩的時候 就要這樣 那我在臉書上貼了這些 這些照片 然後因為越南也有類似的 越南是說什麼 雙手扶軸啊 然後他們好像是有點交 有點交叉的 然後是你說的對不對 說那個非洲 非洲也有類似 富吉娜法所 富吉娜法所 也有這樣子 那台灣 台灣的話就也有了 台灣就是天下雜誌會這樣子 天下雜誌那些 郭台銘弄 對不對 所以大家 那都一樣 對對對 可是大家意思不一樣 台灣這樣是很厲害的樣子 這個是很謙卑的樣子 所以文化在 同樣的動作 在不同地方會不一樣 這是等 等那個 學生下課的媽媽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 那個斗笠這麼可愛 是什麼意思 不是 斗笠啊 那上面有弄 弄這個 是跳舞用的 沒有 沒有 就裝飾一點點 蠻可愛的 好 這是下課的小朋友 這個是 綠水小學的 就剛才那個小學的 我們跑去家庭訪問 好 呃 很難 想像那個小學 真的是田中央 可是田中央 說起來還不錯 我覺得你實地到那邊 我 我其實 到那邊我都很不舒服 你要想像你住在那裡面 住在田中央 就是日本 日本人取名都這樣取 田邊田中央 古時候的名字 可是他們就真的是 在那個田 就也不是什麼很舒服的田 因為那些田都是經濟作物 然後是種給 想像之後賣給賣給別人的東西 然後他們可以得到收入是非常少 然後我們到那邊也語言不通 然後Sam就在講故事 Sam就很會講故事 這一堆都是我們的人 其實我要拍的 後面可以保 沒有我們的人 那燈看不太清楚 我其實要放這一個人的背影 這是主人的背影 他其實非常的 不知道該跟我們說什麼話 欸 小杜啊 你幫我把那個燈往下拉 這邊的燈稍微暗一點 不是不是 那個飛機儀表板的那個燈 下面那個 你會不會控制 稍微拉低一點 稍微拉低一點 中間的這幾個 對 對 有沒有看到這個 你主人 你主人 我試著要跟他講話 但是我的 緬甸文 欸是講緬甸文吧 就 就 講不太出來 出來 這是 他們在前面聊天的時候 我就跑到後面去 這是 這是一個 這個女生18歲 超害羞 就非常非常害羞 其實他們 的確是 不太 還是因為我們臉皮太厚 可是就非常害羞 然後你想像他們住在那個地方 很 我覺得很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講 其實我講不太出來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 這是另外一個背影 然後這個 我們本來說 我們要分享那個 怎麼樣在地 這些地方 跟小朋友互動的一個方法 這是另外一個辦法 你直接拍他 你覺得不好意思 你讓他自己拍自己 你讓他自己拍自己 先把他改成自拍模式 讓他自己按 他自己拍的 他活該 所以我拿 我有很多照片 非常可愛 非常天真 因為他們自己在拍 哇 神經很棒 好 我給你學一招 對對對 這一招 欸 你使用一次的話 給我一塊錢 呵呵 這樣我就賺 賺很多 這是蘭花小學的校長 這是比較好笑 因為我每次看到出家人 做 現代交通工具的時候 我就想 欸 他為什麼不用輕功就可以 呵呵 沒有 這是亂講的 這個是出家人 那邊很多學校都是出家人辦的 我覺得 那就看不過去 眾生 在那樣的狀況 然後 他把小孩子集中起來 然後 給 給一點 教育吧 這是 人文小學的 文人小學的 一間教室 教室就是 不是真的教室 你看到這個木板 旁邊 另外一間教室 這邊 柱子旁邊 是另外一間教室 其實教室都通的 都 都全部通的 吵死了 我跟你講 吵死 因為每一間都在比賽講 就是 朗讀 這個做功課的還好 前面朗讀的 然後一邊朗讀 這邊叫大聲一點 然後 一個老師管兩個班 他跑來跑去 然後你可以看這些椅子 每一張都不一樣 然後 很擠 很擠 所以 台灣的教育資源 真的是 多很多很多 好 他們在寫功課 就是趴在地上 寫功課 在寫ABCD 在寫 在學ABCD 然後 我們就上山了 這不是我們前面 這不是我們前面 這我們拍前面的車 所以 我們如果覺得自己 坐的不舒服的話 按一下看 這樣坐上去 我問一個問題 是 他們是用客文語 跟英語 教學 呃 這些 是緬甸語吧 這是緬甸學校 緬甸學校 所以他們就是 教緬甸文 跟英文 可是英文程度不會太好 就是 OK 對 看 看族群對象 這是緬甸移工學校 所以他學的語言 是 主要是緬語 然後用緬語 教科目 那如果是 泰國克倫族的話 那他們是 基本上科目是用 泰語教 可是我們的老師 可以用 克倫族語加泰語教 就雙語教 對 對 那我剛剛講第三種 在難民語裡面的 克倫族學校的話 他們是用 克倫族語教 所有科目 然後學英文 所以有一些 從難民語出來的青年 他們的英文非常好 是因為 裡面其實還是比較有 國際援助的 這個 資源 還有他們比較高度發展 因為他們是流行政府 比較有完整的教育系統 OK 比較複雜 一般大家也比較不容易 以前 謝謝 對就很難懂 不過反而沒差 因為我們也不會 克倫語也不會泰語 也不會泰語 好這邊是緬甸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詳細數字是多少 就是 可能上百萬 從緬甸到 泰國境內的 那些農民工的小孩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的就是 泰國境內的 克倫族區域 那緬甸境內有很多 緬甸境內有更多的克倫族 那是跟緬甸軍政府不太開心的 就打來打去的 在泰國境內的克倫族 相對 因為有國界的保護 國界這時候就有好處了 國界的保護 所以緬甸軍政府不會過來 這一段路是很好的路 不好的路 這是路上我們會經過一個很漂亮的瀑布 然後這個瀑布會唱歌 誰說的 他說的 這是剛才大愛的王姐 王姐 王姐 王姐跑走 那瀑布很舒服 所以我們會在那邊暫停一下 然後 如果你 也對那個 大自然比較有感應能力的 你就可以 感應一下 欸王姐自己不在 欸王姐來 這是 這是她 她對那些 萬物有靈魂的 這是我們住的女主人的家 村長的太太 啊 因為我看 我看Yvonne的書 那本書寫說 克倫族是母系社會 可是其實我不太能確定 因為都是她在做事 那個村長都在跟我們哈拉 沒有 沒有嗎 第一個晚上其實是村長煮的 都有 沒有 我拍到比較多她煮的 後來 有啦 你看 她在煮的啊 然後 然後這些 那些 那個無賴的觀光客 就躺在這邊 然後她在很辛苦的 她 那個腳是Sam的腳 最後面那一個 是躺的 這一個 你看躺的 回到自己家裡 這是打閃光燈 因為拍不出來 全 全黑的 然後 瞳孔還來不及放大 那都是她在煮 這個是另外一個 就是出外打拚的兒子回來了啊 難得回家裡看啊 所以媽媽回家還是 出好料理 你什麼出外打拚 好啦好啦 隨便你講 你看她就是 不要被她騙啊 她是很會亂講話 那 對 因為我就 我就覺得她很辛苦 然後隔天 她 我不知道她坐在那邊做多久 就是看著外面 後來我知道她坐在那邊幹嘛 她想怎麼賣我衣服 後來我也買了一件那個 她語言不通沒關係 她就給你 就知道她要賣你 而且她本來賣五百塊 後來 雖然她們來就變四百 我想 我靠幸好我前面沒有被騙 呵呵 那個是她們自己織的意思 他們自己織的意思 他們自己織的意思 欸我好像有放她 啊織布的樣子 對對對 這張還有發光 因為光線從那邊過來 欸這是我們的工藝團在做事了 欸有來嗎 啊紫薛有來 雷射光閃到的那一位 呵呵 她很痛苦 她這一團跟一堆老人家一起出去 然後老人家一直逼她自我介紹 她一直不肯 就是都不太講 不過她是有做事的 所以我們是在做那個身高 量身高的表 量身高的那個尺度 然後 那個紫薛就幫我們 標下那個尺度 讓後來小朋友在那邊量身高 好 這是山上的教室 其實那教室 山上的克倫竹那邊教室 反而我覺得狀況是比較好 欸這個狀況比較好 後來Sam有解釋 因為這個是公立的學校 剛才大家去看那個 那個教室沒有隔間的 那個是 那不是學校 那就是緬甸移工學習中心 移工小孩學習中心 自己私人辦 這個是有掛 所以我自己在寫文章的時候 我都寫它是公主小學 因為有那個公主的畫像 公主的校像在那邊 可是雖然說好呢 這是我們辛苦的團員 在幫他們測試 其實沒什麼好測 因為每個都視力那麼好 其實應該測我們那個工藝團 每個都戴眼鏡 他們沒有一個 當然他們配眼鏡也很困難 要下山三四個鐘頭 可是 測完好像都很好 那當然好像還是有找到 就是要挑出那個 他不好 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的那些小朋友 看能不能及早治療 這是小朋友的背影 所以大家都沒有量過那個視力 所以大家都很認真的在 在量視力 這是剛剛雲章講的 後來他們寫了數字 免得他看不懂這個到底是幹嘛 這個 左指右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這也是 這是王姐帶小朋友在地上寫東西 他們真的很習慣在地上寫東西 中午吃飯了 吃飯的背影 這是高年級的打飯給低年級的吃 我記得 這就是他們的午餐 很大一個盤子喔 然後只有兩樣菜 一樣菜是泡麵 一樣菜是粥 可是我看到好幾個小朋友 把泡酒乳藏起來丟掉 不要吃 他們不要喝這個 我小時候也是 你小時候也是 這個泡麵裡面有豆酥啦 可是這個粥到底是什麼粥 綠豆 然後有的小朋友還會帶飯 帶白飯 所以 所以 這個營養的搭配 我不知道是什麼 怎麼搭配的 還是說 不得不只好這樣搭配 就是白飯 配泡麵 配 豆酥 好啦 我補充一下好了 其實 像我們山上 我去 其實就是要訪視 就是要談這個 例如像這個東西 就當場跟村長還有老師 還有我們工作人員一起談 那他們就討論啦 因為這個是 國家配的 所以這好運 好儲藏 所以每一學習就把整車整車遇上去 可是 孩子們喝喝到煩了 OK 然後 營養午餐 政府有補助 因為這是泰國公立學校 這些客輪族是有泰國籍的 就按人頭有補助 可是山上 因為正太偏遠都去過嘛 他就知道 就是說 老師有錢 其實沒辦法買到 神仙 所以他只能買到乾貨 然後甚至 那個預算都 往往都會delay 沒辦法來 然後甚至老師他們 上山其實都靠摩托車 他連這些都要自己運上去 所以我們在討論說 那有沒有辦法 讓學生還是有 比較好的生鮮 或什麼 可是都 就是能一步一步來 當然在五年前 連這一盤都沒有 OK 那現在就看到 慢慢有改善 然後再後來 再去做 做健檢其實還是有意義的 還是有找到一些 其實他家裡 是 根本就是 還是一樣 經濟狀況比較差的 因為食物來源很有限 所以還是有一些 是營養不足的 營養不良的 然後這兩個空格 就等大家去幫他填滿 這個高年級 女生在洗碗 小朋友在玩 所以這怎麼會是母系社會 明明男生的地位就超高的 好 這個是Sam帶我們去 彭帶我們去看那個 漢 漢稻田 整片 痾 這樣看不太出來 其實還蠻陡的 為什麼要在這邊種田 應該也是不得已的 如果有平地 應該在平地種田 那邊就是山區 好 這是小豬的背影 好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就是綁在那個 高腳屋下面 所以我們睡的高腳屋下面 裡面就是雞啊 豬啊 跑來跑去 如果你 還蠻 童趣的 真的回到 回到原始 剛剛雲章有特別講到 那個沒水沒電 那個先生也在問 沒水沒電 有水啦 有水 沒有熱水 沒有電怎麼辦 其實因為你已經上去 你也沒怎麼辦 你只好待在那邊 那的確就是 你就 就只好 想辦法 過那個時間 然後 然後 欸我已經講 講完三上五 我剛本來特別想講 你知道很厲害 他本來跟我抱怨一堆 剛剛講的都沒聽到 有抱怨嗎 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 碗豆公主一族 所以那個木板很痛苦 躺著睡屁股痛 側著睡兩邊都 隔天起來兩邊都痛這樣 然後 然後第二天 糟糕又要睡一次 呵呵呵 所以另外一個 如果你像我們是 睡彈簧床睡習慣 你如果要上山 比較有心理準備 要不然你就是要準備比較多 軟一點的 然後你就 就 就要 鋪軟一點 那舒服 是很舒服 我是沒有被蚊子咬 我們那也是透 就是透的啊 可能蚊子都去咬女生那邊 呵呵呵 對 所以其實沒有 那空氣非常非常新鮮 然後 就是森林裡面 是 我覺得值得嘗試一下 最多也就兩天嘛 然後白天還是可以洗澡的 如果 洗冷水就很舒服 我有去洗啊 因為時間很多 沒事幹 就去洗澡 其實是可以補充 其實是可以 其實 那時候Samson說 如果真的有需要 他們是可以燒水給我們洗澡 就是其實 因為山泉水 然後也有柴火 是可以燒水 只是 但是你千萬不要 不能那麼不要臉 就是 可是我們就會覺得 在山上比如說 剪柴這件事情 柴火就是 就是染料嘛 那水其實通常燒開 都是拿來喝的 所以你拿這個東西來洗澡 就有點像 拿礦泉水來洗澡 就是 有點 太 就是我們自己會覺得 在當地人面前 我們會不好意思 那個人昨天用熱水洗澡 就會覺得 那還是 丟台灣人 你剛剛說你是韓國人 這樣 對 所以其實是 如果真的有需要 比如說身體真的非常不舒服 那有需要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協助的 只是說 就是 這就是一個選擇啦 那我覺得我當時是 沒有開口 因為我覺得 就可以了 可以忍受的話 大家還是可以撐過去 試試看 而且其實 在山上 你不太覺得髒 就連你的頭皮 都還蠻舒爽 我在山上兩天都沒有洗透 對 可是就也還蠻舒服的 這是給大家看那個筍 這樣看不出來多大 不過你把自己手 圍起來看看 你手圍起來 是那個筍的最上面 就 那麼大 那個筍 其實是巨筍 就非常大 可是好嫩 我們本來想 哇靠 那麼大的筍 一定老了要命 不過吃 吃下來還蠻 就很新鮮的筍 就寫功課 這樣照片也拍得不錯吧 所以 功課好不好 跟有沒有桌椅 有沒有燈光 沒什麼太大關係 人家這樣也是過 應該是每天 如果他每天要寫功課的話 每天 而且你要趕快寫完 太陽下山就不能寫了 這是泰式按摩 你可以到那邊 因為我不能一邊按一邊拍 所以我後來出來 就拍那個 倒是蠻有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也還沒有解 就是其他 在美索陣上 很多工作都被 緬甸人取代 唯一泰式按摩 還是真的是泰國人 可是你看台灣的泰式按摩 已經沒有泰國人 都是印尼 越南 或者大陸的泰式按摩 那邊有真正的泰式按摩 然後他會一直 然後很巨 很粗壯 力氣很大 力氣很大 這是手下節 背影 這是買彩券的背影 這是烏龜的背影 這是炸香蕉的背影 這是菜場 我們最後一天 倒數第二天會去逛每天的菜場 色彩斑斓的菜場 這個是買菜車 他們應該是從外地來這邊買菜的 他們應該是從外地來這邊買菜的 每首是批發集散中心 好 跑快一點 這是農田的 然後我們還會去看一個政治犯的協會 那這是模擬的監獄 這是街景 我們走的前一天是那個 那個 手下節 所以他們穿得很 然後又禮拜天了 所以不知道是因為禮拜天還是因為手下節 然後穿得很漂亮 說吧 然後這美索的街景 會有這種 其實還蠻 蠻漂亮的房子 這是蜘蛛 蜘蛛 裡面的 女生 不過這個女生是台灣過去的 布農族女生 在織布 然後我們會在那邊 所以我剛前面講 你可以體會那個織布課程 這是彭 這是帶我們 帶我們這幾天的那個 克倫族青年 他的摩托車被我們工藝團的頑皮的小孩拿去騎 所以他 他看著他 我會在想 就是他們 我們這樣 九天衝衝來去 其實 能 就我們繳的團費裡面 有部分是支柱他們 這裡大概就是最大最大的幫忙 可是 值不值得 我覺得都 也許我們應該多 要再多給一些 然後是這樣子的帶著我們跑 然後 花他的時間 而且我們就走了 那邊的一些 困難的狀況 我們其實也 解決 就我們其實幫不上什麼太大了 那Sam他們也 就是 在進一步他們有去幫忙 那 整整在那邊在地奮鬥的是 這些 這些 有年輕的也有年老的 那 我還沒有什麼答案 這個是 又是王姐的背影 哈哈 重點只有這一個 因為這是背影系列 所以只有背影 這個是 那邊當地的一個湖 我們在那邊拍照 這個是 大家有注意到誰的背影嗎 就是一個找不到鏡頭的人 對不對 Sam就很耍酷的人 就是一個浪子 這個不重要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出入 沒鎖的時候 警察都會 來檢查 偷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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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的背影 冒著生命危險 拍的 不然就會被帶 帶下車 好 最後一張 這應該是最後一張吧 這又是Sam的背影 就是一個 疲憊的 不得不帶著一群 很麻煩的公益團去參觀 不過 我當然覺得這樣的團隊 是這樣的 不斷的參訪 有他的意義在 讓 讓我們 這邊 讓我們知道 有那樣的狀況 然後 我覺得另外一個挑戰是 泰緬邊境 這一邊 美索這邊的 他跟 跟萬利那邊 太北那邊的 泰緬邊境又不一樣 那邊大家會說 阿我們就是 研黃子孫阿 什麼 大家有去教中文 美索這邊 沒有 基本上沒有什麼 那種華人 你真的是 純粹是 不管 血緣 就 不管這一條線 然後你看到那邊 的確有一些苦難 有一些事情 可以幫得上一點嗎 所以 梁樹阿 Sam 他們過去做這個事 那我們去 參與這樣 一小段行程 其實是練習 不要被 學員綁住 不要被你 因為你跟他有關係 所以你才幫他 這樣的事情綁住 那 靠那個 褲世銀的話 就是 關心自己 關心和自己 沒有關係的人 這才是 真正的慈悲吧 你就練習 練習一趟 回家了 欸 這沒所 新的美所診所 美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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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美鎖 我為什麼在講美鎖 就不能拍啦 可以拍景 只是我後來才發現 拍到一個人的背影 所以就可以把它 拿到這個系列來 這也是琴摩 我 又下角 又下角 他們做的 大家就會在那邊 我們那次是做一人做一條 這個 手縫 大概一整天 沒有啊 比較像笨的 像我就 像我就只要縫 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 那一般團員 那是縫一天 我縫一個小時 是因為我縫一縫 我就不縫了 然後我就丟給老師 欸 結果他就縫好給我 所以我也有一條 這是那個布農族的女孩 沒了 我講完 我講太長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有沒有什麼 什麼問題 還是有沒有 有誰已經是報名參加八月團的 然後就決定要退出的 其實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你當然很少參加一個旅行團 參加完了之後 還有這麼多團員會 自己又 跑回來 然後 就聚在這邊 開始推銷下一個團 對 我覺得他是 就這個參謀團一個很神奇的魅力所在 然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讓我們的 我們點名 我們今天來好多同團的 對 醫生伯章 對 伯章他 簡單先說一下 伯章他過去 我們再多點一下 紫軒 紫軒在後面 王莉王傑 對 還有在樓下幫我們準備食物 那鍋子勒 鍋子 鍋子就是紫軒的媽媽 欸 鍋子 我一吃完都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連那個網筷都沒有給我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也去過太眠的 思潔 欸 這位 你也去 欸 還有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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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位都是 公益房伙伴 可是我都說 雖然對外都講公益房伙伴 可是我從一開始我就覺得 我是邀請朋友 這趟旅程讓我們人跟人 認識了 相遇了 然後一趟動口旅程 然後成為朋友這樣子 好吧 我這樣 簡單說一下 那其實還是很輕鬆的場子 然後大家如果 待會想提問的 我想分享 都可以 大家好 我是 我會認識Sam 他們是因為 在 大概兩年前吧 那 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是 學系畢業 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就是 恩 因為在邊境的時候 剛剛有一張照片是那個 那個 眉道診所 那有一家 那有一家 恩 很特別的 醫院啊 他算是 恩 他是一位醫師叫做 辛西亞醫師 在 恩 邊境 在邊境 就是泰免邊境的地方 設立的 醫院 那那間醫院主要就是提供 像是難民啊 或是移工啊 免費的醫療 那我就是 那時候我就申請到那邊去 算是 見喜 就是 以一個醫學生的身份 在那邊了解說 恩 他們 他們會遇到的一些 醫療的狀況是怎樣 然後我就遇到Sam這樣 然後這次 這次 就是我也跟他們一起去 然後去了 恩 那邊的一些 移工小學 然後再去看他們的 恩 醫療的一些狀況 那 恩 主要就是 恩 我稍微講一下這個醫院好了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今天醫院在那邊會這麼的重要 主要就是因為說 像是難民啊 或者是說 有很多的緬甸的人 他們會想辦法到泰國去 恩 工作 但是他們 他們有很多 就是不是一個 恩 非常正式的 恩 有正式的政見啊 這樣的身份在泰國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沒有辦法接觸到 恩 泰國的醫院的這些醫療資源 因為 恩 因為 醫療是很昂貴的 可是在 其實大家在台灣 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 台灣的醫療還蠻方便的 因為我們有全民健保嘛 那所以你有發生什麼事情到醫院呢 就 恩 因為 就算是有一些很重大的手術 那其實 大部分的這些費用 都是大家可以負擔得起的 甚至 可以說其實 基本上是非常的 恩 價格是非常的低廉的 可是 事實上 醫療本來就是非常的昂貴 所以這些移工啊 或者是難民 他們都很難去 恩 支付這種在泰國醫院就醫的醫療費用 那 這樣子的一間醫院 其實就是 給他們一個很好的一個 恩 接觸醫療資源的一個地方 那他也是 當地一個 事實上是連結 緬甸那邊的醫療體系 和泰國那邊醫療體系的一個很好的 中介點 因為 恩 他們有一些資金 和一些 和 不同的國際組織的合作 所以 遇到他們比較 複雜的一些狀況 他們就會把 這些 恩 這些病患 再轉接到 提供一些補助 讓他們可以到泰國醫院去救醫 或者是 轉接到他們認為適合的組織 這樣子 對 所以 恩 這家美道診所 他其實算是 在 恩 邊境非常有名的一家醫療的機構 那他除了 就是提供免費的醫療之外 他也是 其實 事實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恩 在醫療教育方面的中心 所以有很多 他說 其實在邊界有很多的社區 他們在 像是 像是 剛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山區的部落啊 或是 恩 移工的社區啊 他們的 那個社區裡面 很可能就是他們住在很偏遠的地方 然後 沒有 任何的醫療人員 那 他們這裡的 就會有一些人 他們想辦法到 到 沒到診所這個地方來 接受一些醫療的訓練 那 等他完成了一個階段的訓練 回到 他們的社區 他就可以成為 在他們那個社區裡面 可以幫助大家 恩 在醫療上面有一些 恩 至少有一些基本的處理的人 這樣子 恩 那 那 所以這是沒到診所的部分了 那這一次的話 我也 就是去了一些 移工的 小學 他們的小學去看一下 他們的狀況啊 那 其實大家也就可以想像說 像這些小學裡面的 恩 學生 他們其實 還是有蠻多的家庭 因為他們 恩 家裡面的 父母親啊 他有可能就是父親 他是從 恩 緬甸來到 泰國的 移工嘛 那其實他可能不一定 就 就在 沒所這一個邊界的小鎮工作 他有可能又 跑到 曼谷啊 或是 清邁啊 這樣的大城市工作 九三歲 他可能是不在家的 那媽媽 也 也要做一些 零工啊 或是 做很多 恩 處理很多的日常的雜物 所以 基本上可能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來照顧小孩 所以 這些小孩 他們的成長過程呢 恩 他的營養狀況呢 可以想像 就是 其實 恩 他們的身高體重方面 都還是有不少人有 蠻多 恩 低於標準的 這樣的狀況 那另外 另外 另外 也 其實 那時候我也 我也順便就訪問了一下 泰國他們的衛生機構 因為 恩 其實泰國 泰國當地的這些衛生所啊 他們 他們是 會固定有一段時間到這些 移工的小學去 幫他們打疫苗 不過 恩 這就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你這個移工小學 你可能要 跟泰國政府 當地政府 你要有登記 就是 他們有登記 是 有人跟泰國政府 登記的這些移工小學 那他們才 會納入到他們的這個 資訊系統裡面 那沒有的話 可能 就不知道他們 有誰可以去照顧到他們 那 可是 事實上這些小朋友他們都是 就是 他可能 今天有來學校 那 過幾天 他家裡有一些狀況 他可能沒有來 所以 恩 泰國政府來幫他們打疫苗的那一天 就有些小朋友可能不在 那 其實 恩 政府也很難去幫他們做追蹤 所以 這些 恩 這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沒有打到疫苗 那可能明年他們再來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已經轉學 或是 他們家又搬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他們其實是一個 在 在整個醫療的照顧體系裡面一個 比較 比較被 就是常常會被忽略的一個主體 那這些小學其實除了 泰國政府 他們有去打疫苗之外 恩 就是沒到診所 他們會去固定 去附近的一些移工的學校來 幫他們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但是 可能就不包括疫苗的部分 因為 這部分的經費對他們來說 可能已經 是相當有限了 但是沒到診所 最近 他們其實也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就是 大家 大概也可以知道說 恩 緬甸 因為 紅山書記 他的 這個 政黨 他們的政黨 就是獲得了國會大選的勝利 那 其實有很多的 外國的機構 或是外來的資金 他們 就會對於 緬甸未來的局勢 抱持一些 比較樂觀的 態度 當然 是一開始的時候 最近大家可能又覺得 恩 紅山書記好像也都 有些 該做的事沒有做這樣 但是 但是從那時候開始 就有很多的資金 開始從 像是太美邊境這樣的地方 轉移到 緬甸的內部 所以事實上 像 美道診所 這樣在邊境的 醫療機構 包括在難民裡面的醫療機構 事實上都面臨了 資金 恩 或是捐款上面的一個 恩 下降 還有很大的危機 這樣 恩 那 我就大概講到這裡啊 不知道大家對於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這些 或者是在 邊境的一些 醫療相關問題 有沒有 一些問題 這樣 對啊 其實博士長很特別 他是一學院畢業的時候 就自己申請 計畫 然後到美校城所去 擔任志工 還有一個半月兩個月 然後再到緬甸旅行 就是 跟著尋找喬治爾威爾 這本書 很重要 這本書其實要去這件可以看 那當然很多因為官員是 緬甸人他的家鄉 跟我們去了解 去認識 然後他再到 布吉納法所 服醫療替代議 然後這一次又再自己 再參加我們這個團 擔任志工醫師 再回到 回到邊境 然後下9月 要再去英國 繼續念這個 精神分析 精神治療 那我覺得真的很喜歡 就是喜歡 我覺得這個連結 產生了 然後繼續延續 所以我們 我們自己也 這麼 深深的相信 其實這個都是起點 然後這個旅程回來之後 其實真正的旅程 才真的要展開 然後這才是最有意義的 也是在大家這邊遇到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等一下我想還是可以 在座很多去過 邊境的人 我們可以更自在的 可以來彼此聊天 或者想再問的話 都可以 會留下來再詢問 我就最後一個 提一個 剛剛講 從曼谷到 這個500公里的距離 八個小時的車子 下個 我是開心的 下個月要再去 好 我開心 我當然是開心 因為下個月要再去 因為我覺得 很開心 還有台灣朋友 要跟著我去認識 MESO 十幾年來 去過泰海邊 見了台灣人 沒有幾百個人 去過泰國的 可能是有數百萬人 去過清麥 過金三角 去過清麥華人村的 可能有數萬人 可是去過MESO的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那下個月又五個人 要跟著我 再坐這輛車 去到MESO 其實 所以還有名額 還有名額啊 就根本收不滿了 然後 其實我現在都會怕 你知道嗎 想到 又要再坐兩趟 其實在七月 剛帶你們回來 我就會想 好累 好疲憊 那個真的疲憊 那早幾年更疲憊 你想想看我 十幾年來 我已經自己十四年了 一年只要平均四趟就好 我已經做了六十趟了 然後 去第一次去當然新鮮啊 哇 去認識不認識的地方 做國際志工 哇哦 好棒啊 然後去一年 然後回來是哭著走的 我坐著那個夜八 然後到曼谷車站 然後再搭了飛機回到 我一路哭回來 為什麼 回家真好 回家真好 然後隔年 然後我就自己再續約 我就決定再回去 然後就休息兩個月 然後再回去 又哭著回去 沒有兩個月啊 就兩個禮拜 再哭著回去 媽呀 怎麼又回到那個地方 這麼多事情 這麼苦難 這麼多苦的地方 根本什麼都做不完 然後一年一年又再回去 然後 然後現在還是回去 還覺得 媽呀怎麼團都招不滿啊 這個就是被服務業 你知道嗎 以前一個人背著 還輕輕鬆鬆就去了這樣 然後現在還要 還要 苦口婆心 邀請大家去那邊走一走 看一看 可是我覺得我是幸運的 我是幸福的 因為我可以成為 泰緬邊境 跟台灣這兩個家鄉 之間的橋樑 中介 然後 每一道旅程 你說60號也沒什麼啊 我覺得 你們大家可能第一次去 認不出來 其實坐那個巴士 或檢查哨 緬甸移工就是下車耶 緬甸移工就是下車耶 從回到看檢查的時候 然後旁邊 我很清楚啊 就是或在休息站 整票都是緬甸移工 然後他們離鄉 他們可能只坐一兩趟了吧 可是這一趟 是多難多難的事情 是多麼人生多大的決定 多大的 多大的 對他人生是很大的意義 然後 因為那個風景就是 當然我因為太多了 可是他每一天 周遭的身影 所以張正拍那個 開小巴士的司機 我每次去 大家都睡 可是又要壓背 我當然是要陪他聊天 可是我每一次都覺得 好虧欠那個司機 因為他開八個小時去 可能休息三四個小時 甚至有的沒休息 就再開回來 我都知道 其實因為 泰緬人痛我都懂 那你說真的是 我們比較幸運嗎 真的命不同 就可以解釋了一切嗎 我當然 我覺得我當然是 我是自身太裡面 射入太深 好 那我想說六十趟 其實也沒什麼 梁樹 在那二十多年 樹在那面前我都不敢抱怨 也不敢講話 他 在那邊二十多年到現在 他都還這樣來去 而且更不要講他做事 他甚至去青脈 我們講青脈 隔天走 他都開車去青脈 開車去北邊 六個小時自己開 來回開 他五十多歲六十歲 他腰早就不行了 他在柬埔寨待過很多年 在非洲 我都知道 因為很清楚 可是沒人幫他開 沒人幫他開啊 就繼續開嘛 那有時候我是幫他開 那還有最後一個 因為我們身邊那邊工作夥伴 其實像棚啦 皮瓦剃 有時候也不用問 他們去山上部落 他們都開了幾百趟 他們就是開幾百趟了 然後他們還是開車的 我們是坐在裡面 或坐在後座 後車斗的 那村民 或那個真的 在山裡面很多 生了病 根本要下山就醫也沒有辦法 或者老師們騎著摩托車 或棚也平常也是騎著摩托車上山去督島 那那個狀況是因為我很清楚 所以我沒有說 我也就 但我覺得那個很重要的 是一點是 當生命跟生命真的碰觸在一起 然後 我謝謝雲章跟 張正 張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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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位在座朋友 我們那個生命是真正連結在一起 那不是靠錢 不是靠我們去買個行程 不是因為我要去參加個志工服務團隊或什麼 然後我們就 那生命真的是 生命在感受生命 然後生命在連結生命 然後生命會影響生命 那最後 我覺得也很有趣啊 當 我這都是開放的行程 因為在車上就有人問彭說 彭 你知道每天 你知道常常開 開那麼多趟不會很累嗎 彭就很簡單回答什麼 他只講一句話 It's my life 可是當然 我們都有我們的 我們的Life 就還是那一段話 我們有美好的 有我們的困境 可是我一直很珍惜 我們都有個機會 像今天這場地 我們去分享 去連結彼此生命中的美好 那苦痛的部分 我們會一點一點去把它克服 然後 讓這個 然後把我們自己的美好 再分享給其他人 就像這張旅程 其實最多的是 當地的 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 說的一切一切 在給我們很多很美好的 好 那這是最後 也 謝謝張真 對 幫我們募款 其實也很辛苦啦 兩年 然後我就說 兩年來其實也 還是不到一百個捐助者 然後我接下來秘書長 第一件事情 就是填捐款單 然後司令跟我講說 你要養家活口耶 沒理薪水 那要不要儘管單先停掉 我說不行 這有象徵意義 但是最近心裡在想 我可不可以停掉一下 好了快撞不住了 可是 可是 定期定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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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然就我姐啦 我媽啦 可是我覺得 沒關係 因為我很重要一點是 我真的看透了 這個世界就是因為錢 才讓它變成這個樣子 談錢傷感情 可是錢還是要談 因為那邊很現實 可是我不要被錢所綁住 也不要讓錢影響 成為我的人生 所以我選擇這條路 那我很幸運 是因為 在當地太緬邊境 有太多太多人給我的 很多很多的一切 那今天大家有機會來 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歡迎大家 可以再看看我們的官網 然後看看我們的臉書 看看我們每個人 分享的一部分 然後最棒的是 一起走一趟看臉邊境吧 因為我們好好走這一招 好不好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然後謝謝 待會要謝謝阿姨喔 那個 要她準備好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齁很重要 對我每次團員都要提醒 大家要記得謝謝跟道別 呵呵呵 好 那 可以這個活動 或者有問題要提問 或者怎麼樣 要走就可以先走 已經拍過手了 可以走了 有吃過 對 那有什麼意見要發表的 也可以講 你八月你可能要請到 八月份你可能要請到 八月十一跟到十九 八月十一到十九 那現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因為機票變得很貴 因為很近 所以就是暑假 那我們 我們可以接受 我們可以接受不團進團出啦 這現在這個解套方式 好 就是說我們在曼谷會合 或我們在切曼會合 我們在MESO會合都可以 好 請說 我們都自己訂 我們分開 因為其實我們還 對對對 因為我們 我們Loading time 我們其實只有一個工作人員而已 然後 我們這個一個工作人員 我們要處理很多事情 那機票後來切割 就是也因為我們不團進團出 就大家可以比較自在的旅行方式 然後 我們會有一個指定班機啦 好 那就大家網路訂購 或找認識的旅行社處理 這樣子 好 那歡迎就是 八月團 雙四 雙四 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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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大家好正向好樂觀喔 其實五個名額 其實已經兩個月前 就是五個名額 還掉一個 你知道嗎 而且本來開這個團的人 本來開這個團的人 跟我說要十二個人 然後後來講說 我們只有四個 我就說 沒關係我們走吧 可是這心臟就很大顆啦 真的就是 我就永遠是 配錢收 不好意思 我有買你那個電器 超 嗯 是 謝謝 有一點 看的過程很真實 那 我有買這個 謝謝 那我有在 那我有在 去 去 交中 嗯 是 那我那時候看到你這個行程 我覺得 還蠻好的 那我就一直注意啊 可是因為我是老師 是 所以我只能暑假 或是喊假的事 是 所以我現在看到你八月 有可能 滿心動的 歡迎歡迎 只是因為 就是機票比較不好處理 那不然的話 明年七八月 我們一定 但是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很不 市場導向 所以我們其實 都有很多的 掙扎 九天就要九天 九個以下 就九個以下 然後 一年只能試團 就試團 因為我們不要 那個頻率不能太高 因為我們還是要 當地的步調 然後我們當地在處理的事情 然後我們真的不是 在做旅行社 也不是在做觀光業 謝謝 那我們也在一部分 調整就是了 不過歡迎 就是 八月團 或雙子團 就不然就是 等於明年的機會 這樣子 謝謝老師 都然國小老師嗎 是 那我可以問一下嗎 那個你應該同意 就是我的 我的筆 應該真的不是很好 就這樣說 我不是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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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對 是他們的故事 是 是 哦 那要跟你父親 你用 然後也是 對啊 就是那個 哦 這個你用不來 跟我講 開著開著 那我第一次去太北的時候 其實類似尋根啦 就是我要去看看 以前我父親他們 爭戰過的場 對 所以一些 金山腳那些去過 那您現在講這個 就是 那個邊境我也去過啊 對 所以你今天講的是 另外一邊的生活 我真的是蠻有興趣的 謝謝謝謝 對阿 謝謝 然後每一團大概都會有老師出現 有公民老師或國高中老師 然後另外的話媽媽 就是兒女就是空曹期的媽媽 我希望好棒喔 就是媽媽是最堅強的 然後再來就是老師 然後那裡就是莫名其妙的大學生 可是大學很棒喔 大學生就是說我不要參加外面那種熱血沸騰的子宮團 我希望從這學習開始 我們大概都會減到一兩個 然後最棒的是減到高中生 然後也帶過郭忠生 然後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也是NGO工作者 通常這種最慘就是這些人都是也是一樣 沒錢沒時間 然後都被都是很壓榨自己的 但是他們去都會覺得很棒 因為會有一種我覺得會 其實也是充電啦 也是這種能量 也是我們在對世界在多學習 然後更棒的是 其實跟自己生命經驗在連結這樣子 我可以問一下嗎 你為什麼想報名十月團 你已經報了嘛對不對 好我們努力讓他開城 發願 其實還有很有趣的啦 就很多人去太美邊境看完說 哇你們搞那麼多計畫做那麼多事情那麼多年 沒錢沒人還是繼續做 你們怎麼辦到的 我跟梁翔翔兩個看一看 包括我們喜歡發願 MAKE A WISH 可是我們都是惡 我們都MAKE WISHES 然後就發願 然後就實際成熟 慢慢就會累積 不講的話 我們這邊就是把麥克風一直傳傳傳傳傳 每個都拿到一次之後都沒有人講 那我們就結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一定要拿一下吧 拿一下 你要講 就每個都要拿 拿到裡面不講 然後都開著的 都是開著不用再走嗎 我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比較像是 呃 體體驗嘛 算是比較體驗性 那他 在回來之後 就是從 那個八九天回來之後 怎麼去持續 就是 到那裡體驗 或者有做了些什麼事情 就是不是這樣就結束了嗎 對 那個持續是怎麼樣發展的 好 我直接說了 體驗規定 可是那體驗是很真誠的 很真正進入當地的 在米浪當地進來的 那 所以 在座何幾個啊 去過太平民進的巨州 去MESO的巨州 對啊 謝謝 現在這些都在啊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關鍵是因為 公衣旅行啊 體育也也好啦 旅行都好 心動都其次 那只是行事 真正的是 你有東西走進你的心裡面 然後 那個東西是你被打動了 你真的被打到了 然後還有更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走這一招 你還是得用你的眼睛 用你的心 用你的經驗去連結 然後 你真正 切切的 看到了 體會到了 相信這一群人 在那裡 是這麼努力的生活 為了自己 為了他人 那這個其實 再怎麼說 還是只是停留說 那你只能走這一招 OK 好 那 說了再多 看了再多書 你只有當你走 站在那個戒盒當中 你看著那些人 上面橋上還是走 底下的船還是這樣 一車一車來 那個東西才會真實的起來 說的一切就是 為了讓真實起來 OK 那謝謝你提問 請問 哪時候要參加呢 好 我回去考慮一下十月 好 謝謝 好 那夥伴在旁邊 我們要用泰語打招呼一下 這是聖火嗎 最近 好 那我問一下 請問一下 參加 你們團的上班族 應該很少 還是 我跟雲章是上班族 我們是上班族 應該說 可能是一般 可能比較沒有接觸 就是一般的工作 可能比較沒有接觸 像公益團體 或是比較 就是類似這方面 可能就是其他 其他的那種上班族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要 逃離你的同事 逃離同溫層的話 這是一個好辦法 那會不會逃離完之後 就再回到現實上 會啊會啊 就像梁樹那樣子 就再待在那邊 可是我覺得是一個 很棒的機會 正常的上班族有去過嗎 有啊有啊 大家不都正常上班族嗎 你正常嗎 他一天到晚來 拆了直光的 不是很正常 沒有沒有 他沒有女朋友 這個比較不正常 廣告一下 但是你是要問什麼 就是上班族 可能在你參與啊 不是我想說 因為通常 就是說因為去到那邊的話 可能看到他們的生活 跟我們的生活 會覺得長很遠 那如果像 國際本身就是在金融業工作 所以看到其實很多都是那種 很好啊 其實我真的認識很多人 我幫你直接回答 他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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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講 就是因為在金融業工作 其實看到很多都是 接觸到可能都是跟 錢 理財方面 就是很大關係的 然後 再去看到這樣的生活的時候 其實 如果去到那邊 你會對這樣的生活 如果任何的 就是覺得 就再回來的話 會不會又覺得說 啊這裡的生活 對就像剛剛講的 是不是會過來 就是因為這裡的 這樣的工作環境 對就是這樣子啊 對 沒有我覺得 所以會有人因為這樣 持續原本的工作 然後參加什麼 對啊 其實 三個回應 我真的想講的是 你就是你自己 你的人生 你的旅程 只有你自己能決定 也只有你能創造 那 我覺得這最美好的 就是人生 可能性在這邊啊 如果你 也先 你未來人生 只有你能決定啊 也只有你能創造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 很多人能夠走進你的心裡面 然後讓你的未來 可以更多可能性發生 為什麼不能 那 可是也 不會是突然很大劇烈轉變 不用太擔心 因為這比較難 所以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 放開心胸 就當作放空 充電 去看看不一樣世界 沒去過就去吧 這個 OK啦 那回來的事情回來再說 人生能不能活那麼長 都很難講 這我覺得 我覺得當我帶一趟一趟走過來之後 我看過 人生真的就是如此啊 那把握當下 此時此刻 那另外一個的話 其實很需要 如果你回來的話 也看到那裡有需要 你能夠付出行動 幫助成為我們捐助者 其實很多回來就成為我們自助者 而且我們需要這樣的人 因為不然那些NGO工作者太窮了 根本 大家也都沒有辦法 然後還有我們的計畫費比較高 所以像你的 你能夠負擔的話 那是最直接的依注 公益自助 然後最後一個其實還是 我剛剛想打斷 其實我祝福你 我覺得還是 如果你對人生有想望的話 就去試吧 那是你自己的人生 那但是在這個旅程當中 我們能夠一起 這九天同行 我覺得也是很美好的事情 我們太會講話了 沒有 但誠心誠意祝福 真的 好 我回應一下 就是 因為我是金融系畢業的 財經系畢業 但是 我是去年七月的時候 有去那個 跟著Sam去泰緬邊境 對 我也是以上班族的身分去 然後七月份的時候 其實就差不多這時候也是雨季 然後 因為七八月份是暑假 所以比較多老師和學生 那我可能算是裡面就是 唯一的上班族吧 是不要連跟公司請了那個年假去 去參加這個公益團 對 那 我也回應一下剛才這位朋友問的 就是怎麼樣 回來之後怎麼延續 就是我覺得不一定是 針對泰緬邊境這個地方的延續 就是 是你自己心態的一種轉變 就是你一種 關懷的態度 像 我在跟著Sam走的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我學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Sam會不厭其煩的 在每一次 大家見到新朋友的時候 都叫大家 先不要拍照 先靜下來 然後大家就是自我介紹 用英文 中文也好 或是用泰文都可以 就是 不厭其煩 每一次都是我叫什麼名字 然後 我喜歡什麼 我來自哪裡 就是 就是 因為這些你見到的人 可能真的 也許這一輩子 就是只見這一次 你們 生命中的相逢 就是這短短的 10分鐘 20分鐘 為什麼不慢下來 然後 好好的看一看彼此 然後 交換一下彼此的名字 聽聽彼此的聲音 這種態度 我後來就是 一直放在心裡 所以我後來 旅行 到國外旅行 都是 照著Sam的這一套 這個 哲學去旅行 然後 更多很棒的彼此 謝謝 對 我覺得真的就是 我們不太習慣 可是很好訓練 就是眼神交換 因為尤其是 根本就不理 不認識 差異性那麼大 然後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好好道謝 我會 因為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享用人家很熱心 招待我們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那就讓他習慣 就是 去感受 去 去把它珍惜 抓住 每一個相遇的機會 跟離開的moment 因為人生 也只能是人情 好 謝謝一張 趕快報名吧 喂 兩千三百萬人 怎麼可能招募買啊 不過我們的團 太另類了 我知道我們的小眾 太另類了 好 給大家看小孩照片 不好意思 我 我 我不是提問 我來說一下 我今天來這邊參加的 用意 我是來取經的 我在2002年的時候 去到了 所謂的金三角的太明邊境 那 我的人生從此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每年 幾乎利用自己的時間 去那間做服務 我服務的地方 並不是我們所熟悉的 服務軍的後代 而是一樣是少數民族 阿卡族 這隊應該也有聽過 他們一樣是山上的一個少數民族 沒有身份證 他們居住的地方 在最高的沾點 沒水 沒電 沒有醫療 好 我很感謝 我 我 本身有的能力 我是做推拿師 我是在做 街骨 的工作 那 我以來 很有很偶然的機會 去到那個地方 那我發現我的工作 呃 不是只能 讓我自己服口 兩家服口而已 居然可以在那邊做出 我一直很希望能夠做的事情 我會在那邊服務他們 那 從此我覺得 生命就 就獲得改變了 那 所以我一直在那個地方 每年都過去 將近現在 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年了 最近 因為最近 那邊 那邊也有一個團體 那 現在也是面臨 沒人 沒錢的窘境 所以我是 我說過了 我是來取經的 我倒希望說 能夠學習一些方式 能夠為 我所 能夠為他們服務的 這群 少數民族 能夠來 做一些 努力跟改變 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 這樣子的過程都是 這個 餐館之旅 是一個很好 很好的 一個活動 因為 你當你的心靈 跟一個完全 呃 語言 還有生活習慣 都不同的人 去接觸到的時候 你一定會在你的心裡 變成一個不一樣的改變 那 我一直覺得 有一句話很 很重要 就是說 讓你的人生 成為一個 值得一做的故事 那 每個人去到那個地方 一定會有改變 你會讓你的人生 變得更精彩 我會有鼓勵給你 盡量有更多人 能夠願意參加 這樣的活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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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轉小回應一下 謝謝 很棒 其實真的世界很大 我還是鼓勵大家就可以 走出台灣 然後去看看 很多不一樣 去接觸 然後 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其實我剛剛就回應 其實我們 你看 我們現在多角化經營 時代在變 我們要跟上時代 現在 NGO是 夕陽產業 傳統產業 沒落 所以開始 社會型企業 春菸企業 但是我們還是一個 做服務 做NGO的態度在做 所以你看後來 手織品已經十幾年就做了 Borderline也十幾年前就做了 然後農場也是五年前就做了 這兩年開始做這個生態 公寓旅行 那其實就是多角化經營 可是我們背後 還是那一個很重要一點 是要 服務社群 服務人 然後還有人跟土地 人跟自然之間的關係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是 其實我們主導 主體性還是當地 所以我們一直 我們在當地其實很早就 有一個 扶植成立一個TP-CAP 就是他們當地的 B-NGO 草根團體 那這個活動完全跟他們 配合 其實就是讓他們 賺錢 然後賺他們薪水 然後他們用這個 有這個薪水之後 他們就可以再去做他們計畫 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這個東西 全部讓他們主導 其實他們就是 當有一天他們不想做的時候 或他們有其他想法的時候 我一定跟著他們 OK 那這個是很重要 就還是由當地他們自己主導 現在 謝謝 我 我說 可能有些人有捐錢給你們的 世界展望會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捐錢給世界展望會的話 那就在這裡多付書一點 因為這裡更需要 世界展望會更需要大家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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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要單挑世界展望會 你看我要單挑世界展望會 那你把 你把實際放在哪邊 哈哈 後面有位大哥一定要我分享 我已經跑上跑去要好幾趟了 我沒有去年我剛回來我就是7月1號到7月9號 跟雲章 張正他們是同一團的 但是他們今天一直都要告訴你們 這團有多好 這團有多好 一定要去我告訴你們 那個 心理不夠堅強的千萬不要去 因為我 上部落我第一天晚上都在心裡咒罵我自己說 北市幹嘛來這種爛地方 明明就有澳洲那種文明的地方可以修 幹嘛選這種布 沒有熱水啊 又沒有電的地方 沒有網路對我而言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可是 沒有熱水 沒有電 沒有電 有手電筒沒有關係啊 可是 沒有熱水 你不能洗澡 不能洗頭 嗯 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那幾天 我跟我女兒就啟動不洗澡模式 就這樣 然後我們有一個團員很聰明的 他就帶了一大包的獅子進去 全部都用擦的 然後 可是這真的只有第一個晚上我會覺得說 就在心裡 狠狠的罵我自己 沒事幹嘛來這種地方 但其實 我覺得人的適應力是很強的 到第三天 你就習慣了 然後你也覺得 好像也沒什麼 然後 不洗澡好像也還OK 應該是說我們去的時候也沒有很熱啦 所以 是涼爽的天氣 那 不洗澡不洗頭 好像也OK 因為我這輩子也沒有 幾 沒有 沒有這樣 沒有太多這樣的經驗 所以 其實也還好啦 然後 然後 MESO這個城鎮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就是它的物價超便宜 然後 你只要帶個五千塊太幣去啊 你去那邊就可以任由你揮霍 然後 我們從 在MESO帶了七天之後回到曼谷機場 你就會發現 我卡 MESO都是十塊二十塊三十塊啊 然後到機場都是兩百三百四百 你就會覺得說 我的眼睛是不是有夜障 它是不是多一個零 你就會知道MESO是一個多麼好的地方 那裡按摩一個小時才兩百塊耶 如果你們有去 千萬一定要記得叫Sam帶你們去按摩 我 一天 一次都沒有按到 因為 太好玩了 那個夜生活太美麗了 所以 按摩排不到 那個 對啊 你們真的要有 堅強的心理準備上部落 但是 MESO這個真的是很不錯的一個地方 我對於上部落 是比較有障礙啊 那但是 MESO這個層次我很愛 真的 呵呵呵 阿嬌姐就是幫我們做菜的這個阿姨 我們謝謝 剛剛讓她講幾句話 謝謝桑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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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這就不在台山上買 我不會在台山上桌 我不是曼古人 我是清白人 有幾千、四年 我 在那裡 煮菜 來這裡 回覆菜 那以後 你們 如果我說 我有機會的話 妹妹要做的話 我要叫 來這邊 給你們 自己辦 你就知道自己做西班、enne班,육annah,企業做西班、我想製作菜 真的好吃 除去苷冥这 Marion Prus, Bhagawa ,ena or Shimizu , 我失敗了 我剛剛講了很重要一件事情 當長輩都說Sawadika的時候 馬上出手回應 Sawad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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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Sawadika 對對 那其實OK啦 我覺得人生就不斷的練習啦 就是一種新的學習 新的嘗試 很棒 謝謝 好 謝謝 之前要不要學習一下 好 在世傑之前 郭媽 其實旁邊那個是子萱 子萱沒講話 好 沒關係 因為我想講的是 我想講的是 子萱是那個郭子的女兒 就是他們是母女 他們一起參加 那很棒的是 那個 媽媽問女兒 說 澳洲跟泰眠邊境給你選 你要去哪一個 女兒說 我要去泰眠邊境 想看這個女兒這麼有sense 才高中畢業生 台灣怎麼可能會沒有未來呢 然後可是 我覺得 可是其實我心裡 更佩服這個媽媽 我覺得媽媽有gots 女兒 孩子決定了 她就 順著孩子 然後隨著孩子的腳步 一起到泰眠邊境 那 我一直後來很珍惜很珍惜 就因為 離家久了 離家遠了 其實更回頭 或者心裡面 無時不刻很清楚 那個家 家人 所處在泰眠邊境 然後或在台灣 或者現在自己 因為我現在有小孩 小孩在一歲多 所以我現在要出門 也不太容易 然後年紀也大 我也不知道說 像這義文化公路 還能這樣搞多久 因為其實還是很多變動 還是很多變動 而且有很多人一起配合 才有辦法 那對 雙食團 還是有機會的 那你把那個填補起來 我想就在金融業這樣工作 是有意義的 我看一下 謝謝 那 師姐要講話 我第三次來聽Sam講這個 這個PCT 因為有很多新的圖片 然後還有 沖繩跟園長的分享 就是 但是我還是很希望 可以邀我媽媽去 這個東西 因為 嗯 因為我一直 剛剛跟這個 我的哥哥 姐姐 那個 聊天的時候 很羨慕 他們母女可以一起去 然後我自己是 就是 一直在看園邊境 有一個很深的情感 然後也很希望 呃 媽媽可以知道我 一直以來都 對身份 就是感興趣 然後又要親在那邊 然後 所以很貼見 如果 跟阿諾運 或是 任何家園可以一起去的話 就會是 很幸福的事情 那樣就是家園那種 換在羽毛的桌上 有有 謝謝 對啊 師姐其實有一直要請媽媽媽 她媽媽其實也同意了 就我覺得 十幾層的時候 那個旅程就會發生 好 有 懷抱夢想 那沒有 請 講一下 其實今天 不是來聽說不會的 是要來交互照的 啊 可是沒有工作人員在說 我以為在來 調會前還是剛好 沒有 有抱了十月團 謝謝 所以我發 第一位泡名 第二位泡名就出現了 但是以會團為準 就是 還沒有去的狀帳 只是想說先來交護照 OKOK 先來交護照 交護照就完了 就每一團都要參加 交個護照應該沒有 沒有 雙十團沒那麼早交護照 不用亂找 因為還沒有確定成團 還沒有確定成團 好吧 我們還是要六個人 才有辦法成團 那 暑假八月團是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現在就五個 其實想想看喔 我們這種團 大家會覺得團費很高 三萬多塊 其實扣掉簽證 那個保險 就三萬出 然後再扣掉 旅隊機票 一個人 像八個人好了 結果都二七扣 我們其實就 八 就是兩萬多 八十六 我們大概就會二十萬出去 其實就會出去 二十萬沒什麼 可是後來我就想懂了 為什麼人家可以辦到 兩萬塊團費 因為他一定要收到十五或二十人 那個才會多 不然我們其實成本很多 我們 我們 八個人還是住一台車 小車 從台臉漫國來回 或當地在用車 或用人 然後 要住的 而且那種 越小的團 其實本來成本就越高 可是他的質感 才會越好 才會越有 真正 真正舒服的生活 跟女性 好 不過 抱歉就是 我還沒辦法幫你收 還不敢收你的護照 那我們繼續 了解 發願 可以拍小孩的照片 對 然後去可以拍很多可愛小孩 我覺得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正面 就在這邊看就好 沒有 安松 安松 我自己在看 就我們去參訪這麼多小學 我會覺得其實 對小孩有興趣 就是你 你對去接觸 因為接觸陌生的成人 還是會比較有戒心 可是那邊的小孩 跟台灣的小孩 比起來是非常沒有戒心 然後他們其實也很樂意這樣子的交流 所以 所以我那時候會覺得教師團 特別適合 就包括教師 我覺得 如果是有經驗教師 其實去到當地 看到他們當地那樣的條件 跟老師 也許可以跟他們有一些 教學上面 專業上的交流 那個你會覺得自己的教學在那邊 會很有價值 另外是看到那些可愛的小朋友 我覺得是還蠻療癒的 而且他們跟你的互動是很舒在 那你想想看如果他的生命中 其實他的生命中 沒有太多機會 他不可能出國去撞遊 他也不會出國去當志工 可是他如果可以透過這麼多志工來接觸他 其實他也就認識了全世界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接觸是有意義的 雖然可能看起來是好像 又很短暫 但是比如你讚美他 哇你的字寫這麼漂亮 像那時候我們就看到一個小女生在寫 然後他的英文本子 幼稚園欸 寫得超漂亮 我就說 哇你學霸欸 其實他跟我們聽不懂中文 可是他的表情是一副很驕傲這樣 然後我就說幫你拍照好嗎 就是我完全用中文 然後他完全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然後他就擺好姿勢 讓我幫他拍照 這個小朋友 對 很可愛的學霸 幼稚園的 我覺得這種很接觸和交流 還有就是包括我們帶的書過去 然後Sam幫他們做的那個 那個價值書架 就是我們其實哪個人只能做一點點的事情 可是就像剛剛張哥講 就是去接觸那一些與你無關的人 其實你就會覺得你跟這個世界是發生了更深的關係 那不是來自於學緣 而是來自於你自己的願意 MV你出角了 很多很多故事 那還有麥克風 那下一團去還會聊升高嗎 我們今天下午再考慮 因為下一團如果去新的部落 還沒有做過 其實我們的重要做法還是 一開始我們做 可是我們是帶著他們做 做給他們看 給當地的夥伴 那一次兩次三次之後 其實我們都是互舊班 將來讓他們做他們能做的事情 然後繼續服務自己的主委 真的很厲害 剛才是這兩樣 他們帶便當就是再帶一碗白飯 然後都吃完了 全部都吃完了 厲害 好 我想我們今天就湊個十月團吧 好不好 線上報名 開放線上報名 我要哭哭了 因為其實我真的投入好多成本 我問 同事都快給我翻臉 我們在看機票啊 可是問題是怎麼看 就是 就還沒有成團 沒不到會不會成團 然後機票這樣可以再動 然後他 大概三天兩頭就給我回報一下 八月團五人 雙十團兩人 然後那個可以換 八月團五人 雙十團兩人 然後其實誰會最在意 我是最在意那個人 可是我都要罰他 處置他來 因為我覺得 人生 人生就是永遠懷抱最美好的夢想 可是做好最壞的準備 那真的很抱歉 如果開不了團的話 我覺得就是 歡迎就還有下次機會 但是我們現在 會努力發願讓他開成團 所以才這個活動辦了 然後也大家 就今天各位如果還 自己時間還沒有辦法配合的話 那覺得這個活動還不錯 那也歡迎你可以推薦 分享給你覺得適合的朋友 然後幫我們沒演幾句 就說張正根 你這樣覺得去的 雖然痛苦 但是 但是沒有做好準備 還是去啦 詢問度非常的高 詢問度非常的高 就是我去其他地方 我同事都不會問我 說你去哪裡 好不好玩 然後只有這個 每個人都來問候 我們說你是酷齁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自己都 自己朋友都開玩笑說 MESO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它是很有 會把人 會把人黏住 因為這個是太特別 它不是一般 觀光客會去的 也沒有其他 也不是觀光旅程會排的地方 那就是一群很真的人 然後一群很真的人 或傻傻的人 然後來的上了賊船 就郭媽講的上了賊船 然後就飄飄飄到那邊 可是你看 他還是在這條賊船上面 很開心啊 哈哈哈哈 他今天又還回來 然後跟大家 這樣子一起 一起我們再分享交流 好啊 那我們就今天在這邊 今天就這邊 那個就是那個 錢就交在門口那邊 交完爆完團就可以走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個 他還沒講完 他真心話 真心話的話 他到沒所去挖他 他會講很多那個八卦啊 什麼的 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他覺得我覺得 你剛才有動他嗎 這個有動他 就不要衝大 他不要衝大 他不要衝大 我會不會做一個 所以你還が要30 他30 他才要人間 他才要人間 就手把 想這樣看 他還沒到 他要30 可是你 他29 算30 空間 他這樣就是你覺得 很漂亮 有口罩的贝贝